表明不建議 南海局勢緊張 台灣總統此時登島 就怕挑動我國外交 敏感神經 不過藍營立委再吐槽 媒體人華偉翰在臉書直言 在野黨呼籲總統去都是政辦 但酸總統不敢去 立委自己去就真的不必 畢竟中共近年軍事擴張 意味濃厚 頻繁在南海進行軍演 中共海警局警告 3月21日早上8點到晚間6點 解放軍將進行軍事訓練 中國持續強化軍事影響力 一位美國高級海軍上將就指出 中國正在以二戰以來 從未有過的規模 建設軍事跟核武庫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 阿基里怒表示 所有跡象表明 解放軍正滿足習近平下令的指示 要在2027年做好 入侵台灣的準備 我國防部緊盯中共一舉一動 不敢鬆懈 但藍營卻挑時機 猛攻總統登太平島議題 是否須製造不平 外界看在眼裡 甚至這樣子就來中 ASM 節目可不得到 從運輸跡象空降到海面 而且人數不止一人 外加驅逐艦火力支援 印度海軍16號 在距離國土2600公里遠的 阿拉伯海 大戰索馬利亞海道 讓印度精英部隊 越上國際版面 四十個小時的海空聯合行動 不只奪回去年十二月 被海盜劫持的貨船 迫使船上三十五名海盜全數投降 成功解救十七名船員 外如好萊塢電影般的營救行動 讓印度國防部 在社群媒體上發布剪輯片段 前美國海軍上校舒斯特 也大戰印度海軍突擊隊 展現世界級的專業度 一九八七年成立印度海軍突擊隊 堪稱印度最精良特種部隊 早期教官多來自美國海豹部隊 和英國空降特勤團 主要進行海上偵察 非常擅長空降和潛水行動 要成為突擊隊的一員 不是得接受 長達八個月的培訓 其中還包括四個星期的高海拔 長跑訓練 每次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學員 能順利畢業 中印邊境班公湖的劍拔弩張 讓印度先前也將這支能上山 下海的全方位部隊派駐當 下午四點鐘三立整點新聞 一開始最新的連線消息 要帶你來聚焦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全崇文 日前呢 因為涉嫌向台積光收賄 被檢調搜索約談 第一時間呢 是兩百萬交保 但是呢 檢方部署提出抗辯 所以在今天 稍早大概兩點半的時候呢 台北地院 再度召開了積壓庭 現場的最近情況 我們要先連線給尤饕 來告訴我們 尤饕請說 好 觀眾 需帶您關心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陳崇文的涉探案件 就在下午兩點半的時候呢 陳崇文是再度抵達了 台北地方法院 就是因為呢 先前法院裁定他 兩百萬元交保 但是呢 檢方不服提出抗告 而最高院審理之後呢 也將整起案件 來發還給台北地院 來進行審理 今天呢 也是陳崇文的第二次積壓庭 結果如何呢 待會就會揭曉 而整起案件的審議呢 其實就是因為 檢方掌握陳崇文 和監視器搶傷 也就是台志光之間 疑似有不正當的對價關係 甚至呢 是出現了收賄的稀微 而這個標的呢 其實就是台北市警局的 監視器錄影系統的 網路傳輸的預算案 原本的預算呢 大約是5.5億元 但是呢 這個委員會發現 其實現金的公告費率呢 是比5.5億還要低了 9千萬元 於是呢 就將預算砍到了4.6億元 而預算被砍之後 當然台志光就不滿了 所以呢 他們疑似就找上了關係人 來向陳崇文 來進行官說 而陳崇文呢 也多次在質詢上 來進行施壓 最後讓這個預算呢 成功又上升到了5.2億元 而檢方掌握市政之後呢 在14號的時候 來大動作搜索 同時呢 經過漏月徵訊之後呢 15號法院是裁定 陳崇文以200萬元交保 但是呢 被檢方給提出了抗告 所以說今天才再度的 來召開第二次的積壓庭 而高院呢 會成功讓這整起案件 在發回台北地獄 有兩個關鍵因素 其實呢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陳崇文是市議員 對於證人 以及相關的涉案人士呢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加上檢方掌握了相關的市政 陳崇文當天交保之後呢 對相關的證人呢 竟然出現了串貢的行為 於是呢 今天才正式的 來召開第二次的積壓庭 而今天的積壓庭呢 會有兩種結果 第一個就是陳崇文 當場積壓 第二個呢 恐怕是陳崇文交保之後呢 還得需要再提高他的交保金 究竟今天積壓庭 狀況如何 我們會在現場 持續為你做掌握 以上是謝忻主播 好 我們謝謝 由透跟袁松 而另一方面呢 我們要來聚焦 今天立法院呢 是舉行了中華民國 跟英國國會 聯誼會的成立大會 而我們的立法院長 韓國瑜 還特地出席 還秀了英文 好 除了觀眾取代 來關心 今天立法院中午 由國民黨立委 張家俊 舉辦了中華民國 與英國的 國會聯誼會 成立大會 而今天中午呢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特地前往 來跟來賓互動 而且在外賓互動的過程之中 韓國瑜心情還不錯 甚至還繞了英文 但你還看一段稍早的最新畫面 院長剛英文蠻流利的 跟這個大使聊了一下 好 可以聽到呢 韓國瑜被記者問到 好像英文還不錯 還跟大使聊了一下 韓國瑜只回了謝謝 而韓國瑜在致詞的時候 他就提到了 張家俊委員 當起這個台灣 跟英國之間的溝通橋樑 他相信呢 未來這個活動 在跨黨派之間 台灣跟英國之間的交流 可以更加多元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另外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今天到司法委員會 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國民黨籍的立委吳宗憲 在詢問他對韓國瑜 貼身觀察他的想法 周萬來回應說 跟他想像的不一樣 他還稱讚韓國瑜 守時又滴酒不沾 而且他說 以幕僚長的角色來看 他是非常欽佩 請問民主長 您對那個 我們的韓院長 一個多月 您對他的 這個 可以說打個分數 還是說 對他的感想怎麼樣 這很輕鬆啊 其實我來接這個位置 大概 我自己就我心裡的說法 給了解 其實 我從考試委員 現在已經三年半了 所以 韓國瑜 韓國瑜找我的時候 我本來是 刻刻了解這種年齡 所以我是 當時是沒有 我還是晚睡 那他非常希望 很誠懇的 後來我也說服到我太太 那他也接受了 那這一個月 我個人是認為 如果 以我自己的 在他旁邊 這一個多月 我是認為他 不是外界所 對他的那些 評價 他自己 非常 對自己 非常 我們從旁邊來看 他對自己非常熟 他自己的一個 他可能外界對 以前他所說的 他完全是沒有 所以他比外界所說的 連酒他都不沾 而且他非常熟 非常熟 那時間上 他會很在乎的熟 各方面 他是都非常積極的 扮演他國會議長的角色 所以我是非常 以幕僚長的角度來看 我是非常 對他是非常 這一個多月來 我是非常欣賠他 所以我就蠻肯定跟贊同 非常欣賠他 另外來看 前總統陳水扁 他預計在24號的時候 要邀請民進黨籍的立委 黃捷來參加廣播節目 陳水扁甚至還說 他很看好 黃捷是未來市長 而且預測他 最快2026 最慢2034 他將會是未來 高雄市長的熱門人選 對此黃捷 也有最新回應 前總統陳水扁 24號將邀請 民進黨立委 黃捷上他的廣播節目 那陳水扁 介紹黃捷是未來的市長 說年輕人從政 是未來趨勢 一般看好他的從政之路 最快2026年 最慢2034年 將是未來的高雄市長 熱門人選 而且會比阿扁 當選台北市長時候 還要年輕 對此黃捷有最新回應 一起來聽 作為一個新科立委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要學 我現在希望可以趕快的 做好一個稱職的國會議員 來發揮戰鬥力 然後繼續勤跑基層 把地方的選區顧好 所以其實 我真的有太多東西要學了 這個這麼遠的事情 我現在是想都不敢想 可以聽到黃捷說 現在還在學走路 更黃論要學飛 最重要的功課是 目前做好一個國會議員 至於未來的事情 還不會去想 不過陳水扁說 黃捷30歲當選立委之前 就已經有兩屆市議員的經驗 他認為年輕人需要共鳴 很需要國家 給他們一個希望感 同時鼓勵年輕人 從正式世界趨勢 所以非常看好 黃捷持續往上邁進 白沙屯媽祖競宵 已經進入到了第四天 現在目前粉紅操跑在哪呢 我們要帶您到陵內車展 因為現在目前就在這裡停駕 而這也是白沙屯媽祖 第一次直接走入到陵內 因此你可以看到 現場的畫面是滿滿的人潮 建營帶我們來看 好 主播觀眾 這裡是雲嶺的陵內 我們先來帶您看一下現場 有許多的這個菊茂君 是不斷的從我旁邊 不斷的經過 那麼現在媽祖輪照 正在停駕這個食人企業 那麼另外還有旁邊的民眾 也不斷的放煙火 來迎接媽祖的到來 那麼除了這個菊茂君之外 再往下走就是這個斗六了 那麼媽祖輪照 現在還是在停駕的狀況 那麼其實我們觀察到 路邊這一台車 小貨車旁邊 幾乎全部都是人 原來他們是在手機充電的狀況 我們現在請教這一位大哥 你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充電 充電了 那你是因為手機走到沒電了是不是 今天很容易 對啊 很容易 到下午的時候比較容易沒電 對 是 但是沿途都會有這種車嗎 還是其實蠻少的電車 沿途都有 但是要看那個地方 是 像剛剛前面也有 然後在之前也有 我們覺得人很多 然後耗電量就比較大 網路 那其實跟您的使用量 就是您拍照或者錄影 偏偏馬祖來 我們都一直狂拍 對 狂拍狂錄 所以是耗電很快 老大在這邊 馬祖過了 請求馬祖保佑 好 我們來問一下說 發起這一台信徒 這一台充電車的老闆娘 我們想請教一下是說 這一個車子去年是不是載人 之前 對 之前我們是載人 比較著重於載人 然後充電是輔的 然後今天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我們車上預備的 那個行動電源 已經不夠用了 所以今年又在 在準備了一個發電機 沒有 加碼就是 有 今年擴大營業 之前小本經營 今年擴大營業 那是說 在隨著媽祖 聯教一直跟這樣 對 我們都 今年已經是第七年了吧 第七年在香釘腳 對 我們現場呢 其實可以看到 媽祖聯教已經 剛剛已經通過了 那麼現在呢 這個香釘腳不斷的往前行 那麼跟隨這個媽祖 繼續往前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狀況 先把鏡頭交換頭妹 好 我們先也建議 帶我們來看現場的情形 那其實呢 這回白鴨團媽祖競香團呢 他們預計在後天中午左右 就會遞搭 目的地北港 那今年呢 競香人數 就像剛剛跟您報告的 人數超過了17萬人 這些香釘腳呢 他們要長途跋涉200多公里 因此呢 到北港除了競香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終於可以休息 甚至是終於可以沐浴梳洗 這也因此北港朝天宮呢 現在是提供了 你現在看到的 這張沐浴地點的指引地圖 那當中呢 包括了廟方各大的香客大樓 讓有需要的香客 能夠暗圖所記 那其實這次人真的很多 多到連啦啦隊女神倪宣 這次也跟上了繞進活動 而且有趣的事情是 他在這回的行進間呢 他是收到了一個 你現在看 我手筆的這個金色的鏟子 讓他很興奮的說 真的是第一次拿到這個金色的鏟子耶 但是呢 旁邊的人聽到他說鏟子之後啊 提醒他說 其實這個是鏟子 一個諧音 祝福他能夠早生貴子的意思 因此呢 他拿到之後呢 他也附上了一個 雙眼瞪大的表情啊 表示真的很震驚 不過呢 這回18萬大軍浩浩蕩蕩 有人就出動了空拍機 來仔細看一下 這密密麻麻的人潮 這個畫面也可謂是相當的珍貴 但是人一多 亂象也多 有資深的香燈角呢 就指出了沿途觀察到的 有人亂丟垃圾 還有人抱持著玩樂心態 就有人批評 簡直是把競香當成在逛夜市 十字路口上密密麻麻的人群 從兩條道路集合 整支橘紅色的龐大隊伍 塞滿整條馬路 被稱作是台灣最大的競香團 白沙屯媽組 將近18萬名香燈角 隨行南下 空拍畫面震撼壯觀 推車上裝好大袋子 走在人群中 告示牌提醒垃圾不落地 人一多製造的垃圾也多 包括食物的包裝 空瓶等等 推著垃圾袋跟著走 希望信眾別亂丟 還有人自己準備夾子 自發性的隨手撿垃圾 所到之處保持乾淨整潔 白沙屯媽組起架後 香燈角加上沿途信眾 上看20萬人 以跟隨10年的資深香燈角 列出沿途觀察的亂象 除了垃圾隨地亂丟 有人到處拿免費節約品 有人為了得到白沙屯的必張 抱著玩樂心態前來 甚至還有人亂摸亂叫 甚至假借神明明義 做出自私行為 跟隨媽祖腳步 住宿過夜成難題 有人隨遇而安 地上躺了就睡 有人攜帶睡袋帳篷 住假後找空地休息打理 還有人自備充氣床 想洗澡也不用擔心 一台沐浴車隨行 提供大家使用 不過資深香燈角控宿 許多新成員把競箱當行動夜市跟旅行團 呼籲人人自律 減少亂象 讓年度盛世人滿落幕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國際方面 遲遲未落幕的 是以色列在加薩的攻擊 再度引發了國際的關注 因為有很多洞的民宅被轟炸 而且算一算 在過去24小時死亡的人數 是已經標迫了百人 不過在同一時間 以色列現在有一個新的組織 他們高調號召了70萬人 說在戰後要跑到加薩定居 因此現在外資就跑紅 這是一種種族清洗 但是與此同時就連前白宮顧問 他同時也是川普女婿庫什納 他還揚言說要清空加薩 要在當地蓋房地產 婦女呼喊加倍怡憑 先生孩子下落不明 以色列被控對民宅平民開火 24小時內死亡標迫百人 The arms, legs and heads We are collecting arms, heads and legs Civilian children, it is shameful Stop the massacre 少年赤裸上身 光角清溫土地 因為才逃離死節 They were met with Israeli tanks and forced into an open square where they were interrogated and ordered to undress 加薩最大的西法醫院 在遭乙军呼籍 醫護病患和上千病護者受困 醫生警告 江城萬人走 以色列蠢蠢欲動 不只在約旦河西岸插旗 目光更轉向加薩 CN發現有新組織 正招募70萬以色列人 專門傳授如何定居加薩 有恃無恐 傳出是因為有美國金主 強引後台 同一時間前白宮顧問 川普女婿 顧許納甚至在受訪時 更肖想清空加薩 在當地蓋房產獨立 都不會用的 所以我做了我的優先 當你考慮的錢 進這一道 發展進這裏 通知 尷尬 我們沒有新增 美国國務院 全部說 尼瑞加薩的慘況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也讓美國再受國際譴責 三新聞 嚴信報導 所以如果我們問觀眾朋友 一個問題 現在在全世界發生了哪些戰爭 你可以很快地點出 你剛剛看到的以哈盛 或是俄武戰爭 但是你知道在同一時間 有一個國家其實也在戰爭當中 而且是內戰 這個國家是蘇丹 而且根據聯合國的統計 這算一算 大概有1800萬人 已經面臨了嚴重的糧食問題 尤其是小朋友 估計未來大概也會有 22.2萬的孩童 就因為戰爭死於營養不了 一群男子爬在地上 現場傳來密集槍聲 蘇丹准軍事組織快速支援部隊 威脅平民 如果不加入 他們的家人就會餓死 快速支援部隊發布大量宣傳片 一路在蘇丹燒殺掳掠 進攻蘇丹核心地帶 強迫招募男性參戰 連孩童也不放過 蘇丹戰火持續爆發蔓延 數萬人在內戰中被殺害 數百萬人因暴力被迫離開家園 現在更有大約1800萬人 面臨嚴重糧食問題 尤其是孩童 每兩小時就有一名孩童 死於營養不良 母親抱著懷中 骨瘦如柴的嬰幼兒 有些甚至肋骨清晰可見 小小身軀插著管子 景象惨不忍睹 世界糧食計畫署表示 目前能保十一頓的蘇丹人 不到總人口的5% 聯合國市警 蘇丹恐先全球最大饑荒危機 而糧食 倉庫 農業 機具 灌溉渠道等資源 全被快速支援部隊掌控 街道變成洗心戰場 恐懼 絕望 弥漫蘇丹 基礎設施化為廢墟 全世界卻漠視 無能為力 三立新闻 全片日報道 今天我們為您精選的國際話題 也許社群平台上面有一個名詞叫做走線 可能電視機前面很多觀眾朋友沒有聽過 因為大部分我們是不需要走線的 那麼誰需要呢 有一些非法移民 甚至我們講更白話一點的 就是偷渡的人會需要用到 這些會用到走線的人 他們最後的目標都是進入到美國 然而最近被發現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 他們會開始走線 而且他們如果被海關抓到的話 他們會以一個 如果你把我遣送回中國的話 我會被中國迫害這樣子的理由 希望能夠申請庇護 在去年2023年有超過25000多名的中國人 他們在經過了巴拿馬之後 然後到達了一個達連峽谷 企圖要進入到美國 這個數量是已經僅次於包含委內瑞拉 海地以及厄瓜多這幾個國家 另外美國的海關邊境保護局又報告 說在去年的時候有37000名的中國人 他們在美國的西南邊境被抓 這個數字如果跟兩年前比起來 是已經相差了50倍之多 所以這條走線它的實際路線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圖 他們的第一站通常是會搭飛機 搭到哪裡呢 搭到一個入境政策比較相對寬鬆的厄瓜多 搭到他們的首都基多 然後他們會搭巴士到厄瓜多的一個邊境城市 叫做土耳坎 搭到土耳坎之後 他們會包車搭飛機 然後再進入到了哥倫比亞 在經過剛剛說的這個達連峽谷之後 最後從墨西哥一路進到美國 有見於現在目前的人數真的是越來越多 所以現在走線還形成了產業鏈 根據CNN的報導 現在已經推出了所謂頂級套餐行程 這個頂級套餐行程大概會花你兩萬塊錢美元 如果折合台幣的話大概是63萬元左右 它會幫你包套什麼 幫你弄到日本簽證 而且免簽進入墨西哥 那如果你是比較沒有預算的人的話 你準備大概九千到一萬二的美元 那這時就會有人幫你安排車輛 安排船隻 帶你穿越剛剛說的這些叢林 對於不少的非法移民來說 他們花了這一筆錢之後 他們有機會可以踏進美國領土 而踏進到美國領土之後 他們可以獲得安全感 但是呢 這當然對於美國人來說 這是另外一個可怕 而且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您聊的國際話題 不過聊到了中國 最近在中國爆紅的甘肅天水麻辣燙 傳出被關門 但是不是被政府關門 是被人潮關門 有人形容他們的人潮 有如春運的北京車站 仔細看一下 這光是排隊動輒一個小時起跳 但是很多人鐵了心就要吃 因此就有分店 因為太多天高強度的負荷了 所以最後決定臨時休息 民眾信重重上門 卻鋪了大空 天水麻辣燙在中國正當紅 杭州甘肅店無預警關門 門鎖了燈光啊 指老闆累到進醫院 成都分店也公告 員工輪不動了 接連多天高負荷勞動 休息一天 因為上門的時刻 犹如海嘯狂喜受不了了 我們三年到的 六點半開 民眾三小時前就來 店門口腕頭傳動 排隊一小時起跳 時刻鐵打不動 鐵了心就要這一位 我說七小時 一天吃 基本上一天吃兩三個 受了學費一彎 這碗樹米小吃 其實就是將蔬菜肉類 灑上香醇麻辣的 甘酥天水式 辣椒和花椒 一盤台幣約80多塊意外爆紅 連當紅公仔也蹭熱度 改行搗起辣椒 這個大爺就一直在他們店門口搗辣椒 每天都公布應酬 在當地的一家甘股辣椒生產企業呢 現在的日出庫量可以達到5噸左右 日銷售額在15萬元左右 麻辣燙待望地方也帶來驚人前潮 電商平台搜索量兩周成長近5倍 背後被指少不了官方支持 煮不完根本煮不完 相關視頻播放量已經累計超10億 游客紛紛慕名而來 讓天水成為了全國矚目的打卡地 只是這波現象及消費 看準消費者嘗鮮心理 就看能不能撐過時間考驗 三新聞 言星宜報導 今天很多人很關注的動態 也就是美國就包括 洛杉磯稻盜起隊的球星大谷祥平 它的隨行翻譯水源一瓶 被外媒踢爆 它竊取了大谷祥平大量的資金 而且去從事非法賭博 這樣子的金額高達450萬美元 折合台幣1.4億 而水源目前已經被到齊球團給解雇 和大谷祥平幾乎形影不離 長期擔任大谷貼身翻譯的水源一瓶 金船竊取大谷大量資金 進行非法牽渡 金額高達至少450萬美元 大約1.4億台幣 根據洛杉磯時報等美媒報導 水源一瓶涉嫌大規模盜竊 美國聯邦調查人員日前調查 南加州博弈經紀人鮑伊爾 涉嫌經營地下遷堵 赫然發現大筆金額從大谷的戶頭 會給鮑伊爾 調閱銀行資訊揭露 大谷的名字出現在兩筆高達50萬美元 大約1590萬台幣的記錄 消息來源指出大谷本人並不賭博 這筆錢是用來支付水源欠下的賭債 水源一瓶周三仍在首爾為大谷翻譯 而且有說有笑 但他說辭反覆 19日聲稱他去年請求大谷幫忙償還賭債 而他認為透過鮑伊爾下注運動博弈是合法的 但20日卻改口說大谷並不知道他的賭債 錢也不是大谷本人會到鮑伊爾那裡 日稱鮑伊爾直接和水源一瓶進行交易 但運動遷堵在加州仍不合法 近日大谷首度曝光愛妻田中真梅子 水源一瓶夫婦也站在一旁 看得出兩人交情匪浅 如今仍傳出醜聞 到其酋團證實已經開除水源一瓶 案件已交由司法相關單位調查 三連新聞全部報導 不過回顧大谷跟水源一瓶兩個人的關係 就不僅僅只是大谷跟隊友溝通的重要橋樑 他現在還是大谷翔平闖蕩大聯盟很安心的後盾 因為他負責安排大谷的行程 照料 生活 飲食 起居 甚至還負責開車接送 而他的薪水跟他的知名度 也因為是跟著大聯盟巨星 因此被視為是國外翻譯的頂點 但是這一回發生了這個事件 被解雇也讓人很惋惜 大谷翔平一派輕鬆坐在由翻譯水源一瓶駕駛的車上 準備前往球場練習 39歲的水源一瓶不光是大谷翔平的翻譯 更是大谷翔平附被闖蕩後支持他的重要力量 不光要負責接送沒有駕照的大谷 還要協助安排行程 照顧大谷在美國的飲食起居 出身北海道的水源一瓶 因為在美國加州長大 又喜愛棒球靠著語言能力 擔任大聯盟球隊的翻譯 更因為曾返回故鄉北海道日本火匯隊 擔任洋將的翻譯 因而結世的大谷翔平 大谷挑戰大聯盟 自然找上水源擔任水行翻譯 他也從2017年後就和大谷形影不離 更被視為大谷克服傷病 站穩大聯盟頂點的關鍵人物 隨著大谷在大聯盟成績優異 水源一瓶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美國媒體更推算 他的年薪可能來到15萬美金 大概476萬台幣 身材傳出他的年薪 是抽取大谷年薪的1%到2% 換算後可能達到4400萬台幣 可說是口意的頂級待遇 只不過兩人雖然關係密切 但大谷卻存在2月 受訪時打趣表示 兩人並非朋友而是商業夥伴 但諸話是否暗示 大谷對血源涉堵的不滿 也引起各界的好奇 三里新聞 文靈君報導 好 我們放輕鬆一點 假使呢 今天你過生日的話 有一些朋友可能會跟你開玩笑說 哎呀 你又老了一歲 好 你聽到老了一歲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很不願意的想要接受 但是 這會發生在一個 一歲的小男童身上嗎 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這個 他才過一歲生日 第一個生日 他就看起來是難以接受 弗洛伊達男童泰迪 迎接人生的第一個生日 父母特別準備棒球主題生日趴 連嬰兒椅都掛上年度新秀 不過收心本人似乎並不領情 聽到自己老了一歲 泰迪當場趴下 相較於其他孩子 通常是累到趴下 泰迪的反應顯得不太尋常 原來父母幫他開設的IG帳號 就取名無感泰迪 不論何時何地 臉上永遠只有一號表情 不悅 畫面曝光後引爆網友討論 很多不喜歡被關注的人 直說泰迪的心情他最懂 也有人聯想起這個角色 不論是因為討厭熱鬧 還是震驚老了一歲 播出喜劇泰斗金凱瑞的反應 已經讓泰迪意外成為最幼稚網紅 昨天幾艘出過船隻 趁著強勁的東北季風越界避風 這也讓我們的海巡艦艇 強力直發 稍後回來 海巡艦船媽祖他去年有到花蓮 去做花蓮市的遶境 對 那時候 你是花蓮人 對 我是花蓮人 因為那時候我母親身體不太好 那那個白沙層去花蓮市遶境的時候 經過的時候我有 就是雙手合十跟媽祖拜拜說 其實我保佑媽媽身體 就是會比較好轉一點 因為他有車禍 車禍開到 然後後面就是媽媽身體恢復得很快 所以那個今年就是過完年確定 那個進翔日期的話 就決定那個來這邊走一次 是謝謝媽祖 對對對 謝謝媽祖 那個保佑 會奔走求助 一顆星懸在半空 兩名金門釣客迷航 原本十八號中國國台辦說 會盡快送返我方 但其中一名二十五歲 弧姓釣客是現役軍人 傳出嬌人計畫 因此生變 親友四處求援 農務害迷航 其中一位無姓釣客 父母年事已高 家境一班 胡姓釣客是軍人身分 同樣家境小康 為了貼補家用冒險出海釣魚 其中一人還有慢性病 未按時服藥 就怕病情發作 金門漁會也幫忙 橫向溝通各種管道 希望能夠跟對方搭上線 不同過去的迷航誤闖 這次因為被爆出 釣客有軍人身分 反臺變得一波三折 金門釣客送反中國放人出現轉折 我方海巡低調不回應 只盼盡快讓事件落幕 三新聞業績豪聯保金門報道 面對外媒提問 前集中營犯人辭職以逼 讓外界看不清北韓真實面貌 北韓人權問題向來是 國際社會關注焦點 現在又有脫北者出面控訴 朝鮮王國簡直就像地獄 北韓脫北者15日在日內瓦聯合國活動上發表演說 脫離北韓政權的金門坦言 自己的事業剛有起色就被當地政府搶走 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下定決心離開家鄉 今年是聯合國發表北韓人權調查報告 十周年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則是出聲譴責 北韓人權並未好轉 南韓方面則表示北韓將社會財源用在製造武器上 犧牲了民眾生活的權利 另外會上也提到了中國遣送脫北者爭議 對此中國只回應脫北者行為違反中國法律 一切照著中國法律走 面對人權調查報告初刊十周年 北韓現況依舊沒有改善 問題恐怕也將持續在國際發酵 三宣宣傳 昨天有幾艘中國籍的船隻 趁著強勁的東北季風越界避風 但是當中又夾雜了幾艘沒有船名的可疑船隻 這也讓我們的海巡艦艇是強力執法來維護海域的治安 驅離警報聲大響海巡艦艇針對越界陸船不斷警告 但對方仍舊沒有轉向的趨勢 最後海巡開啟水炮指示這些陸船向外驶離 在二十二號這一天 海巡艦艇在七美跟貓雨附近的海域 發現五艘陸船越界進入我國的禁止水域 我方也展現強力的執法決心 海巡不佳有安全顧慮無法登檢 隨即實施廣播水炮及鳴敵方式驅離陸船 向外驶離避免大陸漁船入侵作業 確保海域安全 下午三點多先是五艘漁船 闖入禁止水域 甚至其中又有兩艘無名船 甚至其中又有兩艘無船名 下午五點多又在草宇南2.8里 附近海域發現了兩艘越界大陸漁船 由於昨天海巡惡劣 七到八級陣風轉十級 浪高也到三到四米 有安全的顧慮無法登檢 但我方用廣播水炮以及鳴敵的方式 維護我方的海域治安 中國在喊深化兩岸融合的同時 解放軍現在被爆出擴充軍備 更多細節交易平均 中國日前是在福建省來舉辦了 深化兩岸融合發展座談會 會中是提到這三點 說要在福建打造一個經濟融合 情感融合還有兩岸社會融合的三大示範樣板 看起來像是對台灣來釋出了善意 不過與此同時 美軍的印太司令阿基里諾他就預測說 中國將在2027年以前來做好清台準備 怎麼說呢 因為他觀察到說 儘管北京呢 他現在是面臨了經濟挑戰 但是近年的官方國防預算卻成長了16% 超過2330億美元 而且在三年之內 解放軍已經增加了超過400架的戰鬥機 還有超過20艘的主要軍艦 而且他觀察說從2020年以來 中國的彈道跟巡弋飛彈的擴存量也翻倍成長 更是持續的來演練對台灣作戰相關的各種任務 而且他說北京正在建設軍事跟核武庫 規模是在二戰之後前所未見 而面對中國對台灣的步步進逼 日前有傳出說 美軍是要派出綠扁帽部隊等特種部隊 來常駐金門跟澎湖的兩棲指揮中心 不過美國印太司令他否認了這項消息 他說美國國防部已經有評估 台灣民防單位遇敵能力的計畫 亞洲規模最大的智慧城市展 與2050近零城市展在昨天登場 在今年有不少的業者參展 從建築 交通 物聯網等等 更新增了智慧能源 近零解決等新興領域 電信業者也加入參展行列 發表了十多項的創新成果 而且也展現了AI時代的未來願景 擬陣城市模型 助攻交通管理 智慧交通新科技 讓車流更順暢 如果我們判斷到的時候呢 就會以這個5G低延遲的這種特性 把這個事件傳送到雲端 大一幕沉浸式體驗這是5G安全智慧補助系統 應用在高雄環狀輕軌上 讓通行更安全 2024智慧城市展 電信業者展現多項城浮和技術 這個聚焦五大特色 智慧的交通 智慧的醫療 智慧的物流 文化的科技 以及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輸出 這五大項目是我們的特色 那我們今年有兩大得獎項目 一個是智慧交通 以及我們這個智慧醫療得到的是 第九屆的系統整合輸出獎 互動式設計讓民眾體驗新科技 時下最夯的AI也結合5G 打造出更多元的智慧應用範圍 我們目前著重在探討兩個議題 就是要打造的這個AI 那結合了5G還有各項光學的應用等等 我相信未來很多的智慧應用 都會不斷地推陳出來 亞洲規模最大的智慧城市展 電信業者連續第11年參與 也讓國際看到台灣的科技實力有史 響應世界水資源日 台北天母結合學校水資源教育 辦理天母水稻祭 今年也首度跟文化大學 姚明山藝術界聯名擴大舉辦 數百個小人偶用麻繩竹子架設 綿繩吊掛隨風擺盪闖面壯觀 北市天母結合學校水資源教育 每年春天桃花盛開之際 就會舉辦水稻祭 三角埔發電廠之處角落 學生們製作的其餘小童被吊掛出來 用來呼籲水資源重要性 從日據時代就有的第三水源 過去可是經過天母地區的文史工作者努力 才被保存下來 才有今天的水稻祭 當初也是因為陽明山上有那種所謂 想要開發成住宅區的案件 那就有一群天母地區的媽媽們 組成草山文史工作聯盟 由他們努力之下 才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也把整個第三水源地的水稻系統 指定為試定古蹟 邀請師生們了解 北部地區第三水源地 也就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水利系統 水稻祭經歷22個年頭 今年推廣到更高更遠的陽明山 與文化大學進行聯名 邀請更多人感受 人與水稻的深刻情懷 活動效益也從一天擴展到一整個月 在這個藝術季裡面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藝術裝置 跟學生的成果的展出 可以進一步跟社會做溝通 所以我們很歡迎大家在藝術季期間 在3月4號到4月22號之間 可以到天母地區來走走 水稻祭響應世界水資源日 主題定為 里山里海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到時也會邀請學生們盛裝採接 天母地區的學生們也將運用 各式各樣的回收材料 呼應本次主題 透過闖關活動 順著水稻與文字 以及文藝創生 喚醒關注水資源的永續精神 三線新聞 最後報導 休息一下回來 帶領到雲林的斗南 來看看有兩派人馬 因為財務糾紛 居然在一處汽車旅館 釀出名案 稍後來 就忽然間有那個大教主的那個姊姊 就推 可以扛教喔 之後我就扛一小段這樣子 就覺得很幸運 因為這麼多人 竟然可以這樣子 找到我這樣子 走到那個禮拜二回宮的時候 就全程喔 對 那體力可以嗎 目前還OK啦 大陸法和台灣法是兩個法系 在台灣法下 這個證據拿出來就是形式 大S前婆婆張蘭 在二十號晚間也加入戰局 曬出時間軸 反咬大S同樣也婚內出軌 並強調事件已經涉及刑責 依照時間軸發展 大S在二零二一年八月 買禮物寄給劇俊葉 九月才發律師函要求 和王曉飛討論離婚 十一月正式宣布離婚 推測大S在離婚前 就和劇俊葉有來往 王曉飛也在微博曬出郵件收據 指控大S曾寄包裹到韓國 甚至還向S Hotel暴漲勤款 賣了三億的房產 三億的錢對不對 咱們得有證據 得看那個協議是怎麼簽的 反控S家把三億台幣的婚房賣掉 扣掉檯面上說的欠一億元左右 S家反而還道歉王家兩億 更表示大S的行為影響祖國下一代的價值觀 因為他們代歪了我們年輕人 他們的行為舉止會給我們社會帶來一種負能量 婚姻觀 價值觀 愛情觀都有一個錯誤的引領 過去張蘭也曾在直播中指控大S 穿了有劇運業在內的全家符罩給他 傳送後又馬上封鎖 卻遭到網友拆穿 是批圖合成 如今又再度開直播和大S隔空交火 讓不少人懷疑證據的真實性 二十號大S在文章內表示 不再回應任何抹黑 全全交由法律處理 針對張蘭在直播中的指控 目前經濟公司也還沒有出面回應 三星宇高雲宇王沛花 台北才報道 警方在路邊上前攔插一輛白色轎車 男子面對遠景詢問 口氣聽起來有點緊張 變稱自己累了在休息 但警方不是平白無故找上門 你們那天有去加油嗎 哪一天 那個錢給人家就好了 還沒什麼事對不對 你們那天是不是有加油 到底有沒有男子心中最清楚 不願意正面回答沒關係 監視器早就拍得一清二楚 在十六號下午三點 二十二歲陳姓男子開的租賓車 到花蓮壽風箱加油 已夠加了918元 起初男子拿出信用卡支付 被電源告知是無效卡片 沒想到他油門一催逃離現場 留下滿臉錯愕的加油站員工 經調閱監視器鎖定車輛行進路線 於三月十八日在壽風箱岩了村 攔貨陳姓男駕駛 全案一涉嫌刑法詐欺罪 函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男子落網辯稱和朋友結辦到花蓮玩 期間都是以租車代步 當時身上現金不夠 一時起義才會沒付錢落跑 無論是哪種原因 因為千元不到的加油錢 反而讓自己吃上官司 三立新聞 旅園區到雲花蓮採訪報導 全場歡呼慶祝半導體 歷史記憶刻 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跑到沙漠亞利桑那州 為了宣布這項重磅消息 由於國旅的房價上漲 加上已經疫情之後了 所以民眾選擇出國剩餘在國內旅遊 這也因此導致 國內廉價的定房率是很冷清 算一算在接下來的清明廉價 觀光署統計在3月20號以前 目前的定房率 大概只有台北市苗栗花蓮 廉江四個縣是超過五成 其中最高的是廉江縣 高達了66.50% 另外來看玉山國家公園 通往各群峰的步道 沿線樹林最近出現了大面積的樹木 有這個剝皮的怪現象 這當然也嚴重影響到了樹木的生機 這因此預管處就說了 山友不要誤會這是台灣黑熊 或者是水陸的傑作 目前該處也偉由專家學者 就水陸的族群數量 還有棲息地環境之間等等的相關議題 要來深入探討以便找到更妥善的防治之道 接著來看屏東恆春有民眾開車 在台26縣恆春往南灣墾丁的方向 大白天的券直接到了梅花路 直接從眼前竄了出來 讓這名駕駛第一時間是嚇到了 趕快踩刹車而且按喇叭 有屏東在地的民宿 業者行駛在南灣要往墾丁的方向 賀見前面有梅花路正在過馬路 先帶您看一想狀況 羊大一些吧 竄出來然後又有按喇叭嘛 它稍微又嚇到就有頓了一下 然後就從風格島跳過去 然後就有飛向頭去了 那麼民眾看到呢 真的是嚇壞了緊急的放慢速度 而它形容這一隻梅花路的體型 是比山羊還要來的大一點 那麼肯晚處是說 目前在恆春地區 其實是有2000多頭的台灣梅花路 而去年剛好是小路離乳的時期 才會大量的出現逐水草而居迁徙 也因此會在公路上看到的機率相對的高 來聽看看肯晚處怎麼說 正好是去年出生的幼路離乳的時候 就會獨自生活 這時候也引來非常多的 流浪犬會來追逐的事件 也加上租金量比較大 也需要開始去租水草而遷移 那麼以肯晚處所監測的畫面 包括了晚上呢 可以看到大批的梅花路 就在草原上面奔跑 那麼透過夜間以及白天的監測畫面 可以看到目前在肯丁的梅花路數量 其實是富裕的相當的成功 那麼現在也針對他們出沒的熱區 處理告示牌來提醒民眾要多加的留意 在花蓮市國聯五路的某飯店更換招牌 現在的畫面如今也曝光 為了深化公共通行權 國土署在19號的時候舉辦了人本規劃師論壇 而且也啟動了跨領域的合作 讓道路改善設計更符合民眾的使用以及需求 同時還有符合社會發展 國土管理署署長吳興修簽下自己的名字 19號舉辦人本規劃師論壇 希望可以深化公共通行權 讓道路改善和設計更能貼近民眾需求 道路的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跟使用的感受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過去 我們其實常常在交通的法規跟道路的使用上 產生了許多跟我們民眾使用漢格的地方 這也是我們來推動人本規劃師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 啟動跨領域合作 預計在113年推動試辦人本規劃師培育課程 除了培養民眾人本觀念外 更提升道路工程師的專業能力 藉由各個空間的一個領域的加入 包含了建築景觀跟土木工程 那也包含了在交通的專業各種的領域 那再加上很多熱心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投入 希望透過人本規劃師論壇 強化國內道路改善 讓正確路權及使用觀念 繼續扎根 打造安全的行人道路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紅海董事長劉洋偉到 回答GTC共同發表新產品 兩人還一起逛展 黃仁勳大聲呼喊紅海董事長劉洋偉 即使逛展被擠得誰洩不通 還是不忘拉上流動 不難看出兩人的好交情 來到紅海董事長劉洋偉 兩人十二握手 十二交談 西充海遭已佈局AI多年 伺服器 GPU模組都有明顯成長 如今加深與輝達合作 亮相一冷機櫃 黃仁勳還在產品上清明簽名 跟預告Computex還有亮點 其實我跟他剛剛講的 有一部分可能你們會看在Computex上面 就會出來 看好AI未來發展 另一大主軸電動車 之前啟動美國二亥二州 電動車工廠產能設置 預計年產能達三十五萬輛 渴望在2024年大量出貨 衝刺營運 這輛電動農用機 就是來自紅海的二亥二州工廠 去年共生產超過三百輛 電動農用機採用輝達晶片 全車擁有把殼鏡頭 具備自駕功能 紅海EV跟AI兩大引擎驅動下 這幾天股價狂飆 更一度突破140元大關 小陳看不懂股價 但相信紅海的努力 絕對會被砍劍 雲上有AI助攻 未上半年增添懂能 三線新聞 鍾玉瑞 封玉祥 美國聖河希報導 我沒有沒有沒有 謝謝關心 有關於這個政調的部分 謝謝關心 有人看那個就知道了 沒有什麼來 順利離開地檢署 心情看來輕鬆不少 信國新要理性董事長 因為涉嫌內線交易遭到約談 21號凌晨以150萬交保 有提前洩漏重訊消息嗎 董事長一雙兒女 也是約談對象之一 最終兒子無保請回 女兒及女婿 則分別以20及200萬交保 走進信惠健康園區 信惠醫藥集團 是國內最大製藥公司之一 資本額15億的子公司信國新藥 則負責新藥開發 以及委託測試等等 20號傍晚兩家公司遭到調查局 繽紛時路搜索 一共帶回八人約談 原來檢方掌握 2022年子公司信國新藥發布重訊 宣布新藥通過美國FDA 第三期臨床試驗 但隔了幾天再度發布重訊 表示董事會決議辦理減資 來彌補虧損四天內股票交易劇烈動盪 讓檢方懷疑董事長提前外洩重訊 讓親友獲利或避險 除了董事長一家外 其中賴姓董事訊厚30萬交保 副董事長的陳姓友人 則以200萬交保 服務室主管及張姓職員 分別以20萬及5萬元交保 信國新藥爆出內線交易 是否還有更多人牽涉其中 尚待釐清 下期宣布 顧允送你中心有桃台報道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把手機鎖進櫃子裡 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二十一號召開秘密會議 討論機敏性極高的兩岸跟國安情報 不只手機不能帶還要安檢才能進去 入場人員攜帶機密證還要把切結書拿手上 就是避免內容外流 身為招委的馬文君主動安排秘密會議 但他過去才被控前件洩密 案件還在調查中 民進黨批評他根本肇事者變成仲裁者 馬文君不只在臉書反嗆綠營 不要張牙舞爪斜口噴人 更把前件小組召集人黃曙光也扯進來 馬文君委員說其他人誰誰誰也是泄密的相關人 那就表示馬文君自己也自成自己 涉入泄密的案件當中了 民進黨不只開洽馬文君也批王玉銘 過去身兼兒福聯盟董事 卻以招委身分主持虐童專案報告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批評王毅銘根本是慣犯 過去護航頂心黑心油時候 也是擔任招委 要王毅銘氣得要王毅川道歉 否則將提告 我主持議事非常的公平 只是想要解決王毅銘 想要轉移你們施政不利的 這樣的政治操作的話 我想社會也自會有公平 民進黨頒出十年前影片證明 王毅銘喊開會後 五秒就宣布散會 馬文君王毅銘現爭議 民進黨炮火猛攻不停歇 三連新聞黃毅銘 台北參謀島 國民黨北市議員陳崇文 涉嫌圖立網路傳輸業者 台志光施壓市府拉勾預算 二十一號下午兩點半 台北地院將再開積壓挺審理 而傳出台志光向市府報價時 到出城並逛的景點 最依舊是第一目的公設市場 而且在市場當中 你還可以看到存在一些台灣元素 你看看 你這個優雅的感覺 我也是 五顏六色生猛海鮮一字排開 走一趟向逛水族館 差別是這裡看到的都能放進嘴巴 這是沖繩的特殘 生技都是這個樣子 皮剝掉就這樣 其實皮聽說很好吃 我也吃過 但是太麻煩了 做這個加工太麻煩了 就皮剝掉去客人要的話 現身就OK了 第一目製公設市場 號稱沖繩人造咖 除了主打海鮮 跟肉品蔬果應有盡有 跟著市場自製會會長腳步 繼續挖寶 才發現沖繩人也很敢吃 這是生的 這是生的 其實傳統市場在日本並不常見 幾乎都被超市取代 沖繩之所以獨樹一致 有其獨特歷史背景 沖繩的激烈戦争後 那一回都被背景 九個人集中 然後被剩下的暗位置 那一回都被剩下的 是第一次公設市場 全盛時期四百多家店 為了統一集中管理攤販 還特別派人渡海到台灣考察 市場要怎麼蓋 也難怪身在其中 有濃濃台灣市場即逝感 就連這裡買東西 秤重單位也跟台灣一樣 用台金 大大什麼已經跟台灣的 配料 まぁ健康 我們看醬 口感 不quierồ之 這個食材 直接用台語店買通 台湾冲绳地理位置相近 风俗习惯文化 随着历史演进相互交织 谁影响谁已不可靠 在冲绳吃饭可能会惊讶 原来这里也吃苦瓜跟丝瓜 不同的是冲绳由于美军接管背景 苦瓜炒的是午餐肉跟鸡蛋 而非咸蛋 丝瓜拌炒的调味料则是未增 冲绳就是很热的地方 大家是很容易流汗 所以是苦瓜里面是很多微杂面性 然后是而且是炒了以后 微杂面性不会坏掉 但既然有代表性料理 就会有外地人难以接受的暗黑料理 在冲绳是这道冲击视觉的海神汤 它这个上面还有铃片耶 这真的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 我好 我吃看一看 这皮很对不起 虽然我没有吃过蛇 但是其实看起来有点像在吃蛇皮的感觉 因为它的皮非常的硬 然后很润 就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鱼的口感 就是其实味道有点微妙 不过鼓起勇气再吃几口 惊恐感逐渐下降 里面的肉就是跟一般的鱼肉 其实蛮像的 然后其实口感有点偏像煎鱼的口感 外地人不是货 其实这海蛇汤可是留求王国时期 宫廷料理 富含氨基酸滋补养盐 过去一般庶民可是吃不起 这个海蛇是要抓了以后 要一个礼拜到三个礼拜要春制 然后是 所以现在是你看到那个黑黑的 对 然后因为这个现在是比较高级的蔬菜 因为地理位置进中国台湾 加上琉球王国美军接管等历史 让冲绳没那么日本 孕育出独特的食文化 体现在公社市场这个大厨房 即便市场翻新整修 一切看起来现代化 但小角落仍可看出 冲绳人传承区域特有风俗的 坚持与努力 实际上本来看出 挺多的 我也是了个大厨房 我也是三代艇 三代艇 和铁 statue Yakira也有三代艇 最近大厨房 平均的 50年 60年以上 大厨房 大厨房 我也是三代艇 你來我往討價還價 熱絡的市井位 非超市所能取代 有茲汁 然後那邊去 例如沖縄有名的 雞豆豆腐 站著吃 甚至邊走邊吃 隨性就是最好的方式 儘管肉鋪 海鮮 蔬果 點心攤 混在一起 五味雜陳 但這就是傳統市場 特有的啼湖味 下午點鐘 歡迎您加入三菱新聞 我是劉晨熹 討好焦點要來關心 在雲林陡南的一個 汽車旅館發生的這起命案 這是一名34歲的徐姓男子 疑似是因為財務的糾紛 被兩名的凶嫌 爐走毆打虐待 之後更開車再往了汽車旅館 隔天氣置在浴缸之內 直到凶嫌前往警局自首 整起命案 車子開箭的汽車旅館 除了駕駛 以及乘客之外 還有一名被害人 他是34歲的徐姓男子 之後他被發現 陳詩在汽車旅館的浴缸內 而就在三天之後呢 29歲的劉姓男子 黃姓男子便前往警局來自首 表示某層私在 陡南汽車旅館之徐姓男子 與其惡人有關 經本署檢察官訊問後 認為該惡名男子 涉嫌殺人 淫虐自能於死 犯罪嫌疑重大 監警表示 來自於尼西羅的徐姓男子 疑似因為財務糾紛的關係 被擂至北港某處淋虐之後呢 在12日凌晨3點多被放入了後車廂 有兩名男子開車 載往汽車旅館 但是兩人共撐一覺醒來 就發現徐姓男子已經死亡了 便將他棄置在浴缸裡面 當時兩個人是開了 兩間連號的房間入住 並且告知旅館的員工 不用送早點以及清理的房間 而且好幾天都沒有外出 因此員工當下也沒有發現異狀 一直到15號晚間的8點 兩個人前往胡偉分局來自首 稱毆打徐姓男子致死 警方前往勘查發現 才發現徐姓男子全身傷痕累累 倒在浴缸內 雲林地院裁定 將兩名凶檢給收押 不過全案疑點重重 檢警懷疑呢 兩名嫌犯會不會只是戴罪羔羊 因此目前在擴大偵辦當中 來禮清案情 集氣大現場來看到 彰化的復興沿海錄儀隊 由一個塑膠工廠發生的火警 現場濃煙密布是直衝天氣 這個畫面很驚人 而警銷後報之後 已經出動到場救援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那因為工廠 緊鄰台61線 嚴重是影響到了右路人的視線 也提醒右路人要小心注意 目前警銷還在積極搶救 而高雄輕軌 我們看到是一個輕軌的列車 在行駛大旋路以及南平路口時 各輛轎車發生了擦撞 而初步瞭解 疑似是轎車違規左轉 撞上了輕軌 導致與輕軌的車頭受損 尖重12點多高雄輕軌 發生一起交通事故 可以看到輕軌就停在南平路口 而旁邊還有一輛白色轎車 路過的民眾看到都紛紛落開 原來當時這個輕軌列車 由龍華國小站要開往愛河之星的途中 這輛白色轎車疑似違規左轉 而撞上輕軌列車右側的車頭 造成車頭及車門損傷 而高階公司也表示 如果確定汽車違規將會針對列車毀損的狀況 及人力動員進行求償 所幸這起事故沒有人員受傷 不過還是要呼籲用路人在行駛輕軌路段時 一定要減速慢行並遵守相關的交通號制 不要投機違規搶快以免發生事故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日前因為涉嫌向台志光 收賄以200萬元交保 又被檢方發現了交保之後 夥同見人串供 檢方不服提出抗告 在下午也再度的周K擠壓停 我們聯繫記者 幽桃 好 日文上的單點 有關心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這個陳崇文的擠壓案件 就在今天呢 陳崇文2點半的時候呢 是來到了這個台北地院 來進行第二次的擠壓停 就是因為呢 檢方先前是 法院上次呢 是以200萬元來將陳崇文進行交保 但是檢方最發現 陳崇文上一次交保出去之後呢 竟然和證人呢 還產生了串供這樣的疑慮 於是呢 檢方發現之後 立刻來向高等法院來提起抗告 高等法院在19號的時候呢 也正式將案件 來發揮給台北地院 來進行重審 所以說才會有今天這樣的 第二次的擠壓停出現 那今天擠壓停的結果呢 目前還沒有出爐 但是最終可能會有兩種結果 第一個就是陳崇文當場遭到擠壓 而第二個呢 就是提高交保的金額 而且呢 其實檢方更發現 除了上一次我們提到的 這個台北市政府的 僅用監視器的錄影系統的預算案 有瑕疵之外呢 其實檢方也查出 不只是這個台北市警局的監視系統 其他相關局處呢 只要有用到監視系統的 同樣在這個陳崇文的監督之下呢 也都能看到他的圖利的證據 而且證據呢 目前也都掌握在檢方的手上 究竟今天的擠壓停會不會根據這些證據 來有所改變 我們都會持續為你做關注 以上是先進主播 白沙塵媽祖競銷第四天 這也是白沙塵媽祖史上 首次走入林內 現場是人崇門 我們零星記者李建營 好 主播觀眾 這裡是雲林斗六的農會 那麼媽祖輪教呢 也是首度到了 這斗六這邊來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現場呢 因為媽祖輪教暫停在這邊的關係 因此呢 有非常多的這個信徒呢 然後全部都是擠在人群當中的 另外來捕捉媽祖的畫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現場的情況 好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媽祖輪教 可以看到媽祖的輪教呢 緩緩的潛行 那麼這個信徒呢 是歡呼聲不斷 那麼在現場呢 其實也有許多的這個 當地的居民 也是特地跑出家門前 要來一睹媽祖的風采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現場情況 對… 好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媽祖的輪教呢 跟隨的這個信徒 真的是人生人海喔 那麼來 請問一下 我們在人群當中 也找到了這個 雲林的這個警察局長 想問一下局長是自己來跟的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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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起跟媽祖回家 大家都知道 白沙圖媽祖進鄉活動 是宗教界的大事 那今天進入我們雲林縣俠境 總共21號 22號 23號 都會在我們雲林俠境 最後會到北港朝天宮 那我們雲林縣警察局 也都做好了一切勤務的規劃 我們總共動員了 將近1200名的人次 也務必要做好這次 媽祖進鄉的安全 以及交通輸導工作 是 那有很多 當時以為說媽祖 是不是有可能會去西羅大橋 是不是在警力部署 那邊也不能漏掉 結果是走這邊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白沙圖媽祖 他的路線都不一定 所以我們都做好激動的調整 像今天早上 原本要從西羅 但是他突然從二水 進入我們林內轄區 但我們也都充分的 做好激動的調配 雖然嚇一跳 但是都準備好了 是 那你要走就是整個全程嗎 你要走整個媽祖 我們整個全程 都會有警察陪同 一定都會 一定要讓所有的鄉登客 都會平平安安 順順利利 那麼現場 其實有很多的鄉登角 不斷的跟隨的媽祖 那麼現在 我們也來問一下這一位姊姊 想問一下說 你今年是第幾次跟媽祖 我第三次跟媽祖來 那是 跟了之後就一直跟下去嗎 對啊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為了那個婆婆幫她祈福 因為婆婆剛好生病 跌倒受傷 然後我就想說 發源來這邊 然後一直走下去的時候 婆婆越來越好 然後 就一直跟著走到現在 那有沒有覺得說 今年的情緒都很High 因為人很多 有 一年比一年 還要情緒還要High 怎麼說 就是信徒被擋住 對 就是發現信徒的力量越來越 越來越 凝聚力 凝聚力越來越強壯 越雄厚 然後大家都會 有機會的話 就會報名來參加鄉登獎 然後陪著媽祖婆一起進鄉 是 那麼媽祖路線呢 這一次是進入了斗六之外 其實他燒走 也是在林內的這個 炮側中心來停駕一下 那麼當時的這個阿民哥 也是非常的興奮 也是首次的進駐到 這一個軍營的前面 以上是在現場 掌握到最新資訊 先把鏡頭交換棚內 最近在台南 整個外海放養的兒子 已經接近了採收期 卻突然出現大量死亡 那時候他們在巡返 好像說保溫箱 沒有 布沒有蓋好 所以就看不到 嬰兒的小孩 對 我以前也是來 當作旅遊這樣子 醋味醋味這樣 那第一年是因為走兩天 然後走兩天之後就是 我們在一個堂 剛好媽祖要進來休息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他叫我們要跪 其實我們應該 可能可以不用跪 我們不是他們的人 應該我在旁邊 我就跟著跪 然後他要叫我們扣手 然後扣下去 就感覺好像媽祖 他會觸碰你的背這樣 我還記得那種感覺 是這樣浮過去 不是拍喔 是浮過去這樣 輕柔感 對 然後我就打哭 就很... 好像被了解那種感覺 你也沒有跟他祈求什麼 你給我賺大錢 就沒有 就是跟著跪 然後好像那種 阿嬤在疼喜那種感覺 民眾大聲驚呼 這是去年俄羅斯火箭發射之後 墜落澳洲海岸的畫面 像這樣的火箭殘骸 或是被送上太空的 老舊閒置衛星 現在都變成太空垃圾 軌道擁擠成為太空產業一大難題 如今一家總部位在東京的新創公司 Astroscale 研發出一種機械手臂Cosmic 可以變身成太空傾倒服 這個太空垃圾收集器 運用磁吸力 能把太空垃圾拉回地球大氣層 再利用它們與空氣的摩擦力 把這些垃圾燃燒殆盡 目前公司也正在研究 如何替太空中的衛星補充燃料 未來也希望在太空軌道上 設置一艘加油飛船 計畫在2027年前進入軌道 讓任務結束的舊衛星能夠起死回生 三類新聞 許志雄 李孟山綜合報導 位於非洲東北部的蘇丹共和國 為非洲面積第三大國 卻曾被評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國家 而這一切都歸咎在軍政府 對戰亂的專制統治 根據了解蘇丹叛軍快速支援部隊RSF 正在逼迫韓兒童在內的平民加入軍團 手法更是惡劣 若不想加入就會餓死 完全無法辨別 誰是自願士兵 誰是被強行徵召的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痛斥 世界對蘇丹的沉默和無所作為 並表示現在只有需要結束 聯合國表示自從去年民主制度崩潰以來 蘇丹有多達五百萬人 可能面臨災難性的糧食 不完全議題 根據援助組織表示 蘇丹已有近四百萬名兒童營養不良 倘若援助機構無法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 近四分之一的兒童可能會面臨死亡 RSF占領蘇丹市中心 掌控百萬人的糧食來源 隨著內戰持續多個月 平民對未來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三里新聞零繼續報導 美國第一座第四代核電廠 預計今年施工 宣告美國正式加入低成本核反應器的競賽 而老闆正是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創辦的泰拉能源 計畫在美國懷俄民中燃煤電廠就指 興建納冷式反應器 Trium reactor uses liquid sodium metal to cover the plan 歡迎回到三里新聞 台灣四昆山跟安平外海放養的蚵仔 已經接近了採收期 但是最近卻突然大量的死亡 目前還找不出原因讓農民相當的有幸 好 來看到蚵農是在海上 來視察他們的蚵仔狀況怎麼樣 但是把蚵仔像這樣拉起來一看 幾乎很多都是已經死亡的狀態 讓他們真的是憂心忡忡 撈起來一看發現很多都不能收成 今年的養殖量有八千四百坡 大概死了五千坡的量 損失是算好幾億的 育哭有力嘛 看來這個狀態 因為你又沒有收到進口科衝擊 本來就一定沒生理了 你現在還遇到你的東西 全沒死了 所以今年的漁民很可能 那麼會有這樣的擔心 是因為在這個台南安平跟四昆森這邊 居民很多都是以養殖為主 明明已經接近採收期了 近期卻因為不明的原因來大量死亡 讓蚵農真的很擔憂 也是要努力來找出這個蚵仔為何死亡的原因 希望對這個收成不會再有更大的影響 烏龍滅業者發起活動 消費者只要姓名中有烏龍兩字順連 就能享有一年份免費烏龍麵吃 近期烏龍麵業者推出特別的活動 只要你的名字裡面有烏龍兩個字 就可以免費吃一年份的烏龍麵 而在新北市有一名女士叫做烏龍珠 我們來聽聽看她怎麼說 因為我們是姓烏 那我是龍年出生的 那是爸爸媽媽的長上明珠 所以爸爸媽媽幫我娶烏龍珠 那是我的本名 但朋友都怎麼撐烏龍 有叫烏龍的啊 也有叫烏龍院的啦 因為那是外號啦 那大部分叫烏龍的比較多 那我聽了也都很習慣 我也很開心 小時候有反看過嗎 還是覺得還好嗎 不會啊不會反看過 我覺得這樣子反而不會讓我很害羞 反而很更容易去交朋友 因為這一個層面 因為大家小時候如果這樣講的時候 我也覺得是一個開玩笑 所以我一點都不會生氣 我也覺得是很好玩 只是反而是在新老師來的時候 我覺得他特別會點名我 因為他可能想說誰名字取這個名字 想要知道公司是做什麼樣的 活動才起跑短短四小時 就有民眾順利取得領獎資格 也讓不少網友少翻留言 到底誰會叫烏龍 又有人要改身份證了嗎 而目前已經找到全台七位 姓名中有烏龍兩個字的民眾 烏龍珠女士也表示很開心 總想名字常被取笑 這次因為烏龍面舉辦活動 反而讓搞笑名字變成禮物 閃營世界水資源日 台北天母結合學校水資源的教育 辦理天母水道祭 而在今年也首度跟文化大學 陽明山藝術季聯名擴大舉辦 數百個小人偶用麻繩竹子架設 棉繩吊掛隨風擺盪闖面壯觀 北市天母結合學校水資源教育 每年春天桃花盛開之際 就會舉辦水道祭 三角埔發電廠之處角落 學生們製作的祈餘小童被吊掛出來 用來呼籲水資源重要性 從日據時代舊有的第三水源 過去可是經過天母地區的 文史工作者努力 才被保存下來 才有今天的水道祭 當初也是因為陽明山上有那種所謂 想要開發成住宅區的案件 那就有一群天母地區的媽媽們 組成草山文史工作聯盟 由他們努力之下 再把這個案子擋下來 也把整個第三水源地的水道系統 指定為試定古蹟 邀請師生們了解 北部地區第三水源地 也就是日據時代流下來的水利系統 水道祭經歷22個年頭 今年推廣到更高更遠的陽明山 與文化大學進行聯名 邀請更多人感受 人與水道的深刻情懷 活動效益也從一天擴展到一整個月 在這個藝術季裡面 我們希望透過這些藝術裝置 跟學生的成果的展出 可以進一步跟社會做溝通 所以我們很歡迎大家 在藝術季期間 在3月4號到4月22號之間 可以到天母地區來走走 水道祭響應世界水資源日 主題定為 李山李海 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到時也會邀請學生們盛裝採接 天母地區的學生們 也將運用各式各樣的回收材料 呼應本次主題 透過闖關活動 順著水道與文字 以及文藝創生 喚醒關注水資源的永續精神 3日新聞最後報導 好的 從明天開始一直到下週一 都是屬於比較暖的這種天氣形態 主要就是進入了一個高壓回流的狀態 我們從這個模擬圖可以看出來 就是禮拜六的電腦模擬 高壓的回流就是在台灣的東半部 開始有一點零零星星的下雨的機率 不過這雨都不會太多 那就是從禮拜六 禮拜天跟下禮拜一 就是在東半部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有一些下雨的這種機率 那至於在西半部的話 也是從禮拜六開始要注意 就是比較容易起悟 包括金門 馬祖 那這樣子的天氣 一直到下週二 就有一道封面 會影響到這一個台灣 那時間呢 大致上是在禮拜二的下午 開始北台灣 大台北跟東半部 天氣會轉變 帶來一點這個局部短暫雨的這個現象 氣溫也會稍微轉涼 因為這一波的封面 這個強度並不強 那對其他地區並沒有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今天衛星印度上面顯示出來 整天大部分是晴朗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北邊有一些雲層在往台灣靠近 不過這些雲層對台灣一樣的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從這個雷達回波 大家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在全台灣 在今天都沒有回波 那在北邊剛才看到的雲層 回波也是不明顯 所以今天我們從這一個 實際上觀測的降雨就可以知道 各地都沒有下雨的情形 氣溫 清晨 因為還是有很強的附身冷卻 所以有一些部分地區 這個清晨的低溫還是在10度左右 那白天因為陽光很強 所以這個回升也比昨天的溫度又更高了 我們可以看到在新北升到26.7 在中部 南部 在嘉義跟台南都很接近30度的這種狀況 明天這個趨勢還會繼續往上走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明天的這個訂單降雨預報 就可以看出來 各地都沒有下雨的情形 未來幾天我們從天氣圖上面就可以看出來 就是都是屬於高壓回流的這個形態 明天下雨的機率很低 但是從禮拜六開始 就是在華東這一帶比較容易碰到一些地形性的 這一個台升所造成的零星的降雨 影響並不大 那但是在背風面就要注意了 開始是比較容易起霧的這種環境 包括這個西半部以及金門 馬祖 都要注意這個有起霧的這種相關的訊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氣溫的狀況 也是一天比一天暖 明天在台北大約就可以升到28度了 之後禮拜六開始都進入30度左右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天氣都是晴朗的 那在中部南部的話 這個氣溫就會比北部還要再高一點 不排除在一些局部地區 像高雄這些一些 還有在嘉義這一帶 可能會出現很接近35度的溫度 在禮拜六跟禮拜天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種高溫的發生 那天氣的轉變 在下週二的下午開始 在北台灣東半部 開始受到新一波封面的影響 不過這一波封面並不是很強 我們來看一下 在明天就是開始都是白天暖熱 早晚稍微偏涼一點 那在從週六開始 西半部還有外島要注意 很容易起霧 要注意相關的訊息 那下週二的話 大約下午有一波弱的封面 會影響到花 這個北部東半部的這一個天氣 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很小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 如果你說白的國家 夠 說總統去 說我們來疑問一答 你怎麼看過這個 我們華世紀有特別做了一個表 我這樣說你們自己去看 喔 不是 後面那一件事 欸 周委我現在報告 可能你問我 你這樣不行啊 我知道 總統要不要到立法院急問急答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專案報告 被要求舉其他國家例子 一句話惹怒民進黨立委 莊瑞胸 我怎麼有脾氣呢 你們在哪裡 我問你有沒有 你叫我自己去看 你沒有在我們香港 他現在五十幾%用 你這個做技術中 限落三十% 我跟你說 立委連番公事 因為藍白黨團主張 總統要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而且才急問急答 周萬來在報告說 與憲法條文與意不同 言下之意就是有違憲疑 再加上美法兩國 也沒有總統急問急答 立委說根本違憲 藍白緊咬 柯建民當年也要馬英九 到立法院報告 還要跟立委雙向溝通 當時的柯建民說 馬英九到立法院進行國籍報告 必須採取急問急答 否則根本沒有意義 馬英九 馬習會以後 要來立委員做報告 讓我們說除非急問急答 因為他是要照立委員來背書 急問急答 有急問急答的缺點 國防外交的這個總統 在議會上面被人家羞辱 這是我們要考量的 很多時候同文同達 會變成總統的一個秀場 就連萊茵自家人也認為 還有討論空間 總統要不要到立法院 面對立委進行巡達 朝野激烈攻防 三立新聞 立委聽到我們軍營小組 台北報導 原本就是頂不住美國的壓力 馬英九頂得住 蔡英文頂不住 賴清德去 總不會說他跟老公勾結了吧 國民黨建制僅要蔡總統卸任前 應該登太平島宣誓主權 不過國安局長蔡明燕 二十一號到立院被巡視 標明不建議 總統登島的動作 會不會被國際社會解讀成是 激化緊張情勢的一個舉動 那這樣的一個解釋 會不會對於台灣的外交利益 產生一些影響 總統的坐機 會不會有相關的飛航或 維安的問題 沒有辦法來降低一些 不確定的因素的話 現階段 我們不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南海局勢緊張 台灣總統此時登島 就怕挑動我國外交 敏感神經 不過藍營立委再吐槽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 衝突不斷 所以叫我們不要去 是這樣子嗎 當然不是啊 更應該去啊 這是我們的家耶 在野黨不要在這個時候 把自己的國家元首 推到第一線 去成為挑釁的人 讓台灣政府成為 Troublemaker 媒體人黃偉翰在臉書直言 在野黨呼籲總統去都是政辦 但酸總統不敢去 立委自己去就真的不必 畢竟中共近年軍事擴張 意味濃厚 頻繁在南海進行軍演 中共海警局警告 3月21號早上8點到晚間6點 解放軍將進行軍事訓練 中國持續強化軍事影響力 一位美國高級海軍上將就指出 中國正在以二戰以來 從未有過的規模建設 軍事跟核武庫 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怒表示 所有跡象表明 解放軍正滿足習近平下令的指示 要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灣的準備 最近消息央行從2022年第一季跟進美國升息 連5季升息之後 去年的第二季暫停升息 而至今已經連三棟了 但是央行的理事會在今天決議調升 政策利率半碼 重貼限率以及單保放寬融通利率 還有短期的融通利率 以及調升是0.125個百分點 就各自的調升 分別是由年型的1.875%以及2.25% 還有4.125%調整為2% 而2.375%以及4.25% 從明天開始要來實施 再來看到2024智慧城市展 在南港熱鬧登場 其中桃園主題館舉辦的開幕活動 以智慧桃園為主軸 展現桃園市各局處推動智慧城市發展 有著亮眼的成績將AI技術 應用在不同領域的市政府 2024智慧城市展上 桃園市長張聖鎮對著AI系統發問 螢幕中虛擬的張聖鎮立刻能解答 我們把過去一年多 甚至數年的這些智慧城市相關的成果 都做出來一個展示 希望給大家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這次智慧城市展 桃園主題館展現智慧桃園的成果 展示市府各局處 拱24相計畫 譬如說用人工智慧來幫忙處理 我們1999的這個客服專線 或是我們在這個環保的偵測上面 利用這個影像 不需要我們市民來打電話通報 用我們的攝影機的這個影像辨識 可以自動辨識我們工廠 或是這個排污或是排氣 有違規的地方 從環保局 警察局 水務局 農業局等局處 都運用智慧科技與市府緊密配合 解決問題 希望透過AI讓桃園市的城市發展 更進一步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 有高雄民眾在路上要找車位 那看到有五個標記著電動汽車優先的路旁停車格 停車格是公的 但是就很害怕停車會受罰 只好再另外找停車位了 那現在記者來詢問高雄市交通局的回應 其實電動汽車優先的汽車格 還是燃油車可以停放的 但是如果電動汽車專用停車格的話 那沒有依照車種停放就會挨罰 這是有區別的 再來有民眾在外面租有五坪大的套房 那過去每一期電費大約都是三千元左右 那這一次呢 確實房東跟他要了五千 民眾就時機打電話詢問台電 台電告知房東繳納的電費 跟他的房客收取的比起來明顯超收 而房東的反應是 這個房東呢 確實告知覺得說 如果你不開心你可以來搬走 民眾都很傻眼啊 在大隊討論說到底應不應該來搬走呢 再來台中清水高中生物科的教師 叫潘建良 他在臉書發起一個活動 要大家不要再亂唸這樣一個計量單位 就是ML 這到底要怎麼唸呢 很多人都會唸成mall等等 他說如果你在唸mall的話 我就要把它給當掉 他可以唸叫做豪森或是malliter或是cc 都可以 但是呢就是不能唸mall 還有mall 那這樣的活動上線之後呢 大家都在熱議 然後大家都表示說 原來這麼多年來都唸錯了 再來新北市三重 有一個知名的皮膚科遭到一名女子控訴 在上廁所的時候 疑似遭到診所的男護理師偷拍 有名女病患日前來到新北市三重這間知名的皮膚科看診 就在過程當中她就是進到了廁所裡面要來上廁所 只是過程中啊她突然聽到酷的一聲 低頭一看卻發現有一台手機正在偷拍她 她立刻是衝出去發現是一名男護理師 而當下呢她是立刻跑出去通知這個診所的人員 並且是報警請警方來處理 而現在偵所也表示一切是配合調查 帶您一起來聽 就有警方來到現場了 那是有那位女性小姐 女性病患她主動報紙也沒有錯 那當下我們也請警方來 就是做了現場立即的查一個手機 目前裡面是都沒有任何的照片 那印章裡面也沒有 所以目前已經進入了司法的調查 那我們也會盡力的協助 或是有任何相關事項 偵所表示說目前已經進入了司法階段 一切是會配合調查 而警方當下呢也有立刻的是查閱了 該名男護理師的手機 並沒有發現有任何偷拍的照片 也因此呢 全案是進入了調查階段 根據這個民眾所在網路上面指控的 就是沒有裝家裝監視器 也因此呢就是罪證不足的情況下呢 診所也表示說會再進一步的檢討改進 後續呢這一名男護理師也已經離職 全案進入司法階段 會再繼續的配合調查 在台南北區有一個工地的電纜線 遭竊價值300多萬元 損失慘重 而警方調閱了監視器 發現嫌犯多次前往工地 竊取電纜線 每一次都使用不同車輛 一共逮捕了又四個人 警方來到台南一處住家陸續把兩名男子帶離 原來他們就是偷竊電纜線的嫌犯 現日由工地主任報案稱其他工地的電纜線 遭不明人士以油壓檢減斷後竊走 損失不小 現場清疊招竊的電纜線出估價值約375萬元 而警方經收集相關事證 在昨日執行查契行動 共具體自人盜案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嫌犯多次前來工地竊取電纜線 每次都使用不同的車輛 還懸掛其他車牌 由高雄前來台南犯案 擴大追查後 隨即鎖定嫌犯住處及相關交通工具 現場查扣電纜線剝皮器 油壓檢電線切割器 另外追查到安定區的 五金回收廠查扣招竊的電纜線 警方也依足之犯罪加重竊盜等罪嫌 以請台南地檢署偵辦並監情積壓 今年12月震驚全台的 新北國中傷警致死案件 涉嫌行凶的郭姓少年 在多次的收容之後 法官在今天上午裁定 依殺人罪嫌移送 另外涉嫌教唆的零星少女 被列為疑似是殺人的罪共犯 那同樣是被裁定依送正辦 去年震驚社會的新北校園傷警案 導致年僅15歲的國三生傷重不治 涉案的少年干戈 案發後遭少年法庭裁定收容 而照說少年的乾妹一度責負家屬 但調查期間 法官懷疑少女有篡證情形 今年1月又改裁定收容 但案發後涉案 少女不僅沒有反悔態度 還在社群媒體發文嗆嗆 囂張態度引起社會公憤 不少人轉發天文 想替被害人討公道 卻因為涉案兩人都是未成年 反而被告知可能處罰 讓被害家屬痛批 司法過度保護 加害少年 經過四個多月的調查 新北少年法庭 在二十號上午宣示 將涉案少年以殺人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而稍找教唆的少女 也同樣被列為共犯 和乾哥一樣被移送地檢署偵辦 虐童案件引發社會關注 民進黨立委顧瑜琴 感謝教育部身為兒福聯盟的主管機關之一 面對兒福聯盟的部分 到底應該如何處置呢 教育部給了答覆 好 最後觀眾區帶你來關心 凱凱虐童案震驚社會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來究責 民進黨立委郭育琴 今天上午在教委會質詢的時候 他就問到了 因為兒福聯盟的主管機關 當然教育部也是裡頭的主管機關之一 該如何來處置後續呢 帶你來提一段稍早的質詢內容 有沒有覺得他們其實兒福聯盟 他們成立的目的 違反了剛剛我所唸的 這是教育部主管機關底下的裁端法人 您覺得有沒有違反 以這個個案來提到 確實這個兒童聯盟 對於這個他宗旨的部分 是有檢討的空間 好 我相信大家都在檢討 衛福部的同時 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教育部其實是兒福聯盟的主管機關之一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主管機關 我想針對這一次的 這個重大的社會案件的部分 因為這裡面也涉及到 這個兒盟所推動的這個包含收出養 跟保母的這個輸出 這也是他們主要的業務範圍之內 這個是兒少福利 這個違反 這個是不是有這個相關的一個規定 所以教育部跟衛武部近期 也會繼續依照財政法人法 第27條的規定來進行專案的檢查 他的財政專案 還有沒有違反設立的條件 以及其他法律的規定 因為主管機關是得與糾正 甚至評鑑 限期改善 如果沒有限期改善 其實是可以廢紙的喔 你們會專案查 跟衛武部會同專案查核之後 一個月內可以嗎 一個月內可以承諾嗎 一個月內我們會會同去做一個 專案的一個查核 查核之後 包含他們的高層 包含他們的董事 甚至也有在上個禮拜才說 辭去董事 不知道事情經過的董事 3月11號他才看新聞才知道的 要不要追責 要嗎 這個部分我們會列為這個 好我希望一個月內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專案的查核 好可以聽到 教育部就表示 在一個月內 跟這個衛福部的部分 會來進行專案的查核 看有沒有違反 當初設立的這個條件 如果有的話 最重可以處到廢紙設立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而是民眾黨的令委 黃國昌的執行師 爆料說收到了檢舉 監察院長前局 在輔選時贈送 立法院的捐工酒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 今天邀請立法院秘書長 周萬來練習 就中華民國總統 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及達詢模式的建議 進行專題報告 而民眾黨的立委 黃國昌也爆料 他去年說檢舉 監察院長陳菊 在輔選時 竟然贈送了立法院 專供的金門高樑 批評納稅人的錢 不可以這樣花 陳菊當監察院院長 跑下去高雄輔選 已經很誇張了 結果他去高雄輔選的車上 竟然有立法院的專供酒 那大家就搞不清楚 檢舉人員在問 說我們立法院是錢太多 是不是 監察院院長 跑到高雄去輔選 已經很扯了 結果輔選 帶下去的伴手禮 車上是立法院的專供酒 而對於黃國昌質詢的內容 監察院長陳菊 下午也發聲明駁斥 他說到2023年立法院的招標 買的這個金門酒廠立法院專供酒 立法院如何分配 跟自己沒有關係 而當時車上的物資 全部都是自己的個人物品 沒有私箱授受 也無關納稅人的錢 希望黃國昌停止看到紙箱 就開嗆的行徑 他也澄清黃國昌說的 那一天是週末假日 當時自己是私人探友行程 是台灣人人都有的人身自由 跟選舉沒有關係 已經呈現的事情 請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還有不時新聞 三新聞團隊獨家前進了 美國近距離的雷專訪了 美超維的創辦人梁建宏 回答靠著AI股價飆漲 而美超維呢 全球第三大的伺服機場更是誇張 這一年來呢 股價已經飆漲了百分之一千 跟一度突破一千美元的大關 我們的團隊呢 也有機會來到美超維的總部 直接專訪到創辦人梁建厚 他談到呢 他們的成功並非偶然 是早已佈局 兩大關鍵 第一個就是伺服器 採這個積木式的生產 可以針對客戶的需求 隨時的調整 而第二個呢 是綠色運算 早已佈局很久 來到現在的時代呢 可以為客戶減少能耗 直接呢就是反應 降低了電力的成本 讓我們聽一下 稍早的獨家專訪 這可以說運氣啦 公司一開始的時候 1993年 當我開始這個公司 我就想到 怎麼用方法 能夠設計更好的東西 新技術更快到市場 將來對客戶的服務 能夠更有效 那時候左思右翔就是 Billing Broke Solution 也就是積木式的設計 當時沒有想到 積木式的設計會這麼能力 希望把市場的 提高 當然很自然就想到台灣 所以我們現在在桃園 這個基地 對我們的幫助蠻大的 那會繼續擴充 現在就是說 設計主要是在美國 台灣 兩方面同力合作 24小時 對 可以聽到梁建後 相當看好未來AI的發展 而隨著這個產能 供不應求 未來除了美國總部這邊 還有渴望擴大投資台灣 騎士撞上了 紐澤西湖藍山縱不知死亡 而在上一個月 同樣的地點 也有騎士撞上重傷送因 而在彰化 有四車零環狀造成四人輕重傷 這轎車的車頭全毀 更多新聞內容 請取鎖定 稍後由李文英主播 所播報的台灣大頭條 從運輸機上空降到海面 而且人數不只一人 外加驅逐艦火力支援 印度海軍16號 在距離國土2600公里遠的阿拉伯海 大戰索馬利亞海道 讓印度精英部隊 越上國際版面 封印度國防部 在社群媒體上發布剪輯片段 前美國海軍上校 舒斯特也大戰印度海軍突擊隊 展現世界級的專業度 一九八七年成立印度海軍突擊隊 堪稱印度最精良特種部隊 早期教官多來自美國海豹部隊 和英國空降特勤團 主要進行海上偵察 非常擅長空降和潛水行動 要成為突擊隊的一員 不是得接受長達八個月的培訓 其中還包括四個星期的 高海拔長跑訓練 每次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學員 能順利畢業 中印邊境班公湖的劍拔弩張 讓印度先前也將這支 能上山下海的全方位部隊派駐當地 與陸空兩軍特種部隊合體抗中 這回力退海盜解救人質 再度立下汗馬功勞 讓外界一窺印度海豹的堅強實力 三學位上傳報導 親友來回奔走求助 一顆星懸在半空 兩名金門釣客迷航 原本十八號中國國台辦說 會盡快送返我方 但其中一名二十五歲 胡姓釣客是現役軍人 傳出交人計畫因此生變 中午出去到兩三點就聯絡不到人 到現在都還還沒回來 看這顆幫忙請幫忙找人回來這樣 親友四處求援農務害迷航 其中一位無姓釣客 父母年事已高 家境一班 胡姓釣客是軍人身分 同樣家境小康 為了貼補家用冒險出海釣魚 其中一人還有慢性病 未按時服藥 就怕病情發作 金門漁會也幫忙橫向溝通各種管道 希望能夠跟對方搭上線 不同過去的迷航誤闖 這次因為被爆出釣客有軍人身分 反臺變得一波三折 金門釣客送反中國放人出現轉折 我方海巡低調不回應 只盼盡快讓事件落幕 三新聞業績好聯保金門報導 面對外媒提問前集中營犯人 嗤之以鼻 讓外界看不清北韓真實面貌 北韓人權問題向來是國際社會 關注焦點 現在又有脫北者出面控訴 朝鮮王國簡直就像地獄 北韓脫北者15日在日內瓦聯合國活動上發表演說 脫離北韓政權的金門坦言 自己的事業剛有起色就被當地政府搶走 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才下定決心離開家鄉 今年是聯合國發表北韓人權調查報告十周年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則是出聲譴責 北韓人權並未好轉 南韓方面則表示北韓將社會裁員用在製造武器上犧牲了民眾生活的權利 另外會上也提到了中國遣送脫北者爭議 對此中國只回應脫北者行為違反中國法律 一切照著中國法律走 面對人權調查報告 就想說這個是一個很神聖的事情 想說就有機會就來參加這樣 目前都還OK 因為有朋友陪伴 對 對 桃園發的走了好幾年了 五六年左右 為什麼跟媽祖有這樣子道遠 因為我是覺得大家那種無私的奉獻 跟很多人都放下身段 然後跟很多的象徵腳做絕緣的方 就覺得是滿溫馨的 表示這社會是非常溫馨的 對 而且走在路上的人都不認識 都不認識 然後互相扶植 互相幫忙 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李文怡 歡迎鎖定今天台灣大頭條 首先要您關心香港立法會 日前通過了基本法第23條 未來將跟國安法一起成為 港府處理國安罪行的法令 而今天我國安局長蔡明燕特別提醒 如果您過去或是手機裡 留有對中國不敬的言論 未來入境香港時 一定要格外小心 香港立法會19號三讀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也就是基本法23條立法 立法內容名列叛國煽動意圖等 罪行的定義跟法則 未來國人去香港時 只要曾在社群寫下 對中國不敬的言論 是否都有可能被依法判刑 對此國安局長蔡明燕有最新回應 現在國安團隊的評估 是不是台灣人去香港跟去中國一樣危險 因為我要強調的 就是現在其實在網路上 因為這個疫情打開之後 很多人也打算到鄰近的國家 鄰近的地區去旅行 香港是其中之一 你們現在怎麼來判官 對我想香港國安法治的內地化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那委員剛剛有提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已經通過了 所以打算在3月23號來開始施行 那我們剛剛也跟其他委員有報告到 因為他的刑責非常的重 叛國叛亂隊都可以關到 所謂的終身監禁 那間諜活動可以關到20年 那特別是對於相關的一個 所謂的違法的活動的界定 又非常的模糊 所以我們會特別來提醒國人 假如要入境香港的話 一定要特別注意到自己的人身安全 蔡明燕說相關法規法則非常重 提醒民眾到香港時要特別注意 過往有沒有在社群網站 批評中國政治經濟情勢的文字 或是手機留下曾經批評中國的訊息 入境時都可能遭到盤查 另外財經方面有個最新訊息 是央行為了展現打擊通膨的決心 今天里監視會議決議要升級半馬 但這個決定讓市場跌破眼鏡 同時他們也上修2024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測值會到3.22% 央行在今天召開了里監視會議 而出乎各方意料之外的 央行在會後宣布了升級半馬 有別於各國維持或者是降級的政策 而這也是央行從去年第二季以來 再度的升級 我們聽一下稍早記者會畫面 我們在這個時候調升利息 好像跟整個的 是好像沒有 follow 整個全球的一個趨勢 我們的調整的一個幅度 還有包括它的一個 pattern 他們是很急速的往上調 那我們是gradually 叫gradually 那我們之所以會gradually 是第一個 我們的通膨不會比他們高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一直在強調 就是說我們是 我們是那個 那個那個 我們是供給面的措施 去壓制了這個通膨 會後央行所公布的決議內容中 就提到了其中一個大因素 是考量在四月份的時候 電價預計會調漲 有可能會形成通膨 而為了抑制通膨的預期心理 所採取這樣的一個調升做法 而預估呢 這個電價調漲10%來看 也會上修全年的CPI 到2.16% 如果這個調升的幅度更大的話 有可能還會再上修 但央行總裁楊金龍就表示了 他還是強調 非常有信心 這樣的政策 可以有效的抑制通膨 另外最近很多人也在看 這一次白沙騰媽祖競商 18萬大軍厚厚蕩蕩 一路南下 有人透過了封拍機 拍到秘密麻麻的人潮 但人一多 亂象也跟著多 像是有資深的香燈角 就觀察到十大亂象 除了垃圾會亂丟之外 還有人把競商團當玩樂 被痛批是把繞境 當成行動夜市嗎 十字路口上 秘密麻麻的人群 從兩條道路集合 整支橘紅色的龐大隊伍 塞滿整條馬路 被稱作是台灣最大的競商團 白沙屯媽祖 將近18萬名香燈角 隨行南下 空拍畫面 震撼壯觀 推車上裝好大袋子 走在人群中 告示牌提醒 垃圾不落地 人一多 製造的垃圾也多 包括食物的包裝 空瓶等等 推著垃圾袋跟著走 希望信眾別亂丟 還有人自己準備夾夾子 自發性的隨手撿垃圾 索到之處保持乾淨整潔 因為我就是念研究所 我要跟阿婆發願說 我要來撿垃圾撿兩年這樣子 今年是第一年 對對 然後我就發現路上很多人撿 然後而且就是幫忙附近的居民 維護這個環境的品質 白沙屯媽祖起架後 香燈腳加上沿途信眾 上看二十萬人 已跟隨十年的資深香燈腳 列出沿途觀察的亂象 除了垃圾隨地亂丟 有人到處拿免費結緣品 有人為了得到白沙屯的避張 抱著玩樂心態前來 甚至還有人亂摸亂叫 甚至假借神明名義 做出自私行為 隔隨媽祖腳步 住宿過夜成難題 有人隨遇而安 地上躺了就睡 有人攜帶睡在帳篷 住假後找空地休息打理 還有人自備充氣床 想洗澡也不用擔心 一台沐浴車隨行 提供大家使用 不過資深香燈腳控宿 許多新成員 把淨香當行動夜市跟旅行團 呼籲人人自律 減少亂象 讓年度盛世圓滿落幕 三地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高雄前鎮 新生橋下的 商港聯外道路 一個月內兩次重大車禍 釀成一席重傷 今天相關單位會看之後 決議會先架設警示燈標示 不要讓車禍再發生 25歲機車騎士自裝護欄 猛烈撞擊下 傷重不致死亡 這條路為什麼會擺放 紐澤西護欄來擋路 相關單位21號上午聚集會開 現場來了市府的公務局 航空局和高工局 三個單位要好好討論清楚 到底誰要負起責任 紐澤西的現況跟我們當初 106年移交給養工處的現況 位置都改變了 道路算在商港區內 管轄圈是屬於交通部的航空局 但是路是由高空處設計施工 交由高雄市到工處來維護管理 牽扯到這麼多的單位 而當初會設置紐澤西護欄 是因為這條路的末端 會和高架橋上面下來的車流交錯 造成交通亂象 所以才封路 但是接連造成意外 25歲騎士自撞身亡的地點 2月底也有車禍發生 阻擋通線水泥護欄整片被撞翻 31歲的騎士全身擦傷 他表示根本沒看到護欄 而3月19號的意外 25歲的騎士手部骨折 牙齒斷裂傷重不治 目前的措施就是說 先把危險性降低 所以會把 會在紐澤西護欄上面加 補貨的標誌 跟警示燈提醒用路人 這邊是道路封閉 加強警示 要讓用路人不要再因為 沒遇到紐澤西護欄 再度的往前撞 這樣的意外之後不能再發生 三零新聞張哲如 何聖鳳 高雄報導 而近北三重 昨天驚傳魯人案 一名真姓女子被搶魯上車 甚至對方還向家屬要求 每斤400萬的贖金 後來嫌犯了網之後 公稱是因為被韓人 丈夫欠錢不還 但當事人否認 警方懷疑內情不單純 三名黑衣人突然衝下車 把正在遛狗的女子 當劫走 過程中她不斷掙扎 喊著救命 但惡煞絲毫沒想放過人 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綁走肉票後 黑色轎車隨即離開現場 事發在20號中午11點39分 警方獲報後開始以車追人 真姓女子當下就被囚禁在苗栗通宵 這處廢棄的民宅內 經過6個小時順利獲救 同時逮捕涉案的三名嫌犯 不過歹徒第一時間卻獅子大開口 要求400萬美金的贖金折合1.2億台幣 他們聲稱要幫綽號當得的討錢 一次籌碼20-30萬 根據警方調查被害人丈夫從事 房屋土地二胎貸款的整合債務 有賭博詐欺重利罪等前科 但他卻否認在外有欠錢 雙方說辭都不攏 嫌犯開著權力車犯案疑似熟悉被害人作息 特地跑到他家附近埋伏下手 背後藏進人是誰 現在雙方不肯說實話 是搞詐騙還是搞賭博 400萬美金這龐大數字 恐怕還得一一查明 三選佳明 陳婷募協報道 而彰化普新今天上午發生雷環狀 四台車撞成一團 四人輕重傷 白色轎車正常行駛 突然對向銀色轎車撞上 波及到另一台小貨車 後方女駕駛募集全程 但煞車不及一併擦撞 頻頻尖叫 簡直嚇壞 我看到的時候就是 他們整個就是兩台白色撞在一起 然後就已經很一堆了 然後我不停止煞車 還是有碰到一點點 可是我太快了 我看不清楚誰撞誰 事發在21號上午9點多 彰化普新原路路五段 無辜被波及的小貨車 搬覆在路邊 被撞的白色轎車 車頭全毀 擋風玻璃碎裂 肇勢的銀色轎車 車可零件散落一地 同樣慘不忍睹 現場正好是一家機械公司 員工聽到巨大撞擊聲 連忙外出查看幫忙報警 警銷貨報緊急到場處理 這兩位 他是意識模糊的 有開放性骨折的問題 甚至有腹內術水的可能性 照式的銀色轎車 駕駛60歲意識不清 左大腿開放性骨折 白色轎車女駕駛40歲 同樣意識不清 右腳踝封閉性骨折 肢體撕裂傷 另外藍色小貨車37歲駕駛 跟32歲乘客都意識清醒 頭部肢體撕裂傷全都送醫治療 那幸好現場有公司的員工 拿來幫忙他們甚至有軍刀劑 把車門破壞 四車連環狀四人輕重傷 根據瞭解疑似是肇事駕駛 為了撿東西 才會釀成嚴重意外 不過詳細的車禍原因 還有帶警方調查釐清 三立新聞 柳文盛省玩意許書委 彰化採訪報導 二雲令董一個汽車旅館驚傳命案 陳時被發現 陳時預告內 兩名嫌犯被受搖 白色轎車緩緩開進汽車旅館 員工開窗確認訂房資訊 車上是劉姓黃姓兩名男子 共乘進入 但其實還有一名34歲的徐姓男子 他被關在後車廂一起載進去 12號凌晨3點多 兩名男子開了兩間連號房間入住 還告知汽車旅館員工 不用送早點和清理房間 而且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外出 直到15號 兩人前往胡偉分局 自首命案才因此曝光 前半共稱他們把徐姓男子 爐走毆打虐待 入住棄旅後的隔天早上 就發現男子死亡 於是將他棄置旅館浴缸 他就是徐姓死者 據瞭解他平時在宜蘭一間 蔬果產銷合作社工作 疑似前些日子到雲林西羅 找朋友投資種植高麗菜 當中牽扯到上千萬投資利益 但事後遲遲未分賬 是否因此釀殺雞還需釐清 警方認定兩人涉嫌殺人 凌虐智人與死等罪 都是五年以上重罪 也因為案情疑點重重 不排除兩人僅是戴罪羔羊 雲林地院裁定將兩人收押 三零星六月的雲林報導 大陸法和台灣法是兩個法系 在台灣法下這個證據拿 警方在路邊上前攔插 一輛白色轎車 沒有 睡覺 先去 睡覺 休息 睡覺 先洗我一下 好 男子面對遠景詢問 口氣聽起來有點緊張 變稱自己累了在休息 但警方不是平白無故 找上門 你們那天有去加油嗎 那天 那個錢給人家就好了 還沒什麼事啊對不對 你們那天是不是有加油啊 要有 到底有沒有男子心中最清楚 不願意正面回答沒關係 監視器早就拍得一清二楚 在16號下午3點 22歲陳姓男子 開著租賓車到花蓮受風箱加油 一購加了918元 起初男子拿出信用卡支付 被電源告知是無效卡片 沒想到他油門一催 逃離現場 留下滿臉錯愕的加油站員工 經調閱監視器鎖定車輛行進路線 於3月18日在塑豐鄉炎廖村 藍貨陳姓男駕駛 全案一涉嫌刑法詐欺罪 寒送花蓮地檢署偵辦 男子落網辯稱和朋友結辦到花蓮玩 期間都是以租車代步 當時身上現金不夠 一時起義才會沒付錢落跑 無論是哪種原因 因為千元不到的加油錢 反而讓自己吃上官司 全場歡呼 慶祝半導體歷史記憶刻 美國總統拜登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跑到沙漠亞利桑那州 為了宣布 這項重磅消息 美國金面法案重大進展 給自家英特爾最大筆補助 包含八十五億美元的補助金 以及一百一十億美元的低利率貸款 英特爾也隨即宣布 赤字一千億美元在美國四個州擴廠 歡迎回來今日頭條 震驚全球體壇 美國職棒到齊隊 二刀流球星大谷翔平 怎麼驚爆他的隨身翻譯水源一瓶 捲入了遷堵案呢 原來他涉嫌動用大谷 大約1.43億台幣的資金遷堵 導致水源隨後被到齊隊開除 問題是大家都在關注這件事 對於大谷翔平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因為他們所在的加州目前運動博弈 還是違法的 因此大谷翔平如果知情 並放任水源去遷堵 最嚴重的情況可能導致大谷 沒有辦法繼續在加州打棒球 不過今天大谷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二十一號他照樣出現在開幕站 第二站的先發名單 而且道齊總教練也說 大谷翔平已經準備好出賽 沒有考慮過把它放進板凳 因此根據了解他今天會出賽 同時擔任第二棒指定打擊 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洛杉磯道學球星大谷翔平 緩緩不出旅館 只不過從抵達收尾後 就如影隨行的翻譯水源一瓶 已經因為涉嫌遷堵 慘到開除 水源一瓶被突然解僱 引發炫然大坡 更搶走大谷前晚 插出兩支安打 幫助球隊贏得比賽的焦點 道齊從大谷到總教練 對這件事則是三間齊口 只先贏大谷 還說會代表道齊隊 在首爾高齒巨蛋 和勝利亞哥教師隊 進行大聯盟首爾海外戰的第二戰 不不不 我認為他已經準備好 而這並不考慮 只不過外界也擔心 大谷接下來會不會受到牽連 儘管美國大多數的州 開放運動博弈 但道齊隊所屬的加州人屬違法 如果大谷是在知情的情況下 幫助員償還賭債 就可能被加州法官認定涉及賭博 最嚴重可能終身 無份來加州從事職棒 而且大聯盟內部 也可能因為牽賭案 是我涉及棒球項目 而給予競賽或是法管的處分 目前道齊隊也迅速替大谷找新翻譯 將要新任道齊隊營運部門 績銷營運經理艾爾頓接任 他除了15歲以前就在東京長大 精通日文 還曾是日籍投手千年劍泰的翻譯 和日本選手交流也算熟悉 希望能盡可能接受水源解職 對大谷帶來的衝擊 三內新聞溫柱報導 不過這一次監督案發生之後 外界也好奇為什麼水源一瓶的說法 似乎有點一變再變呢 因為身為這大谷詳品御用翻譯 水源一瓶爆出竟然竊取了大股超過 1億台幣的資金非法去賭博 而外媒指出其實水源一瓶 從2021年開始就在網路上下注 簽賭棒球以外的各大球類運動 但似乎他已經有賭博一存證 因為他到了2022年底 已經欠下超過台幣3100萬的賭金 而水源一瓶在施發之後呢 3月19號接受訪問的時候 曾經坦承去年請求大谷幫他還賭債 而且大谷為了不想讓他再賭下去 是由自己的戶頭直接匯款 給對方組頭幫水源一瓶去還錢 但後來隔了一天 水源一瓶的說法就變了 他說大谷並不知情這些是賭債 而且錢也不知情 但是大谷本人賄賭 全部都是他的錯 大谷並不知情 前一晚首爾開幕賽 還擔任大谷翔平的翻譯 水源一瓶如今遭球團狼狽開除 弄得人盡皆知 和大谷有革命情感的水源一瓶 竟然爆出竊取大谷戶頭 至少四百五十萬美元 超過1.4億台幣 進行非法簽賭 倒是對總教練三間齊口 但根據調查 水源一瓶去年9月到10月 從大谷戶頭轉了兩筆五十萬美元 給南加州 涉嫌經營地下千度的博弈經紀人 鮑威爾 水源一度還聲稱這筆錢 是大谷替他償還的賭債 但是一天後 他說 Otani沒有知道賭債 並沒有把錢交給 書家的同學 調查發現 水源2021年就開始下注 2022年底 已經損失超過一百萬美元 超過三千一百萬台幣 但他受訪時堅稱 自己從來不賭棒球 雖然不違反MLB規定 但體育博彩在加州屬於非法 MLB也不允許非法博彩 水源勢必將受到處罰 我希望能夠進行好的調整 我最終是 甚至有網友認為 水源三月初罕見心不在焉 就是擔心自己犯刑敗露 為了遷途 不惜背叛多年夥伴 大谷和水源的情誼 看來真的留不住了 三日新聞上週報導 沒有沒有沒有 謝謝關心 有關於這個政調的部分 謝謝關心 你們看那個就知道了 沒有什麼啦 順利離開地檢署 心情看來輕鬆不少 信國新要理性董事長 因為涉嫌內線交易遭到約談 二十一號凌晨 以一百五十萬交保 有提前洩漏眾訊消息嗎 涉嫌關說案我們看到今天 臺北市議員陳崇文被收押禁見了 因為他日前傳出 涉嫌突立了僅用監視器業者 被臺北地檢署 臺北地院裁定兩百萬元交保 但檢方提出抗告之後 因為他涉嫌勾串了證人 因此高院今天撤銷交保的裁定 發揮根裁 今天下午北院重開了深壓庭 陳崇文親自出庭 但面對鏡頭不發抑鬱 而經過審理之後 法院改裁定 他激壓警戒 不擔心被激壓嗎 很委屈要說一下嗎 一週內兩度踏入北檢 臺北市議員陳崇文 帽子口罩包緊緊 準備再開激壓庭 面對媒體提問 卻完全不發抑鬱 今天可能激壓庭之後 都沒有辦法再說明 太多 是拿到幾千萬嗎 有什麼話要說 一改先前高調態度 因為這回激壓庭 對自己相當卜利 繼15號法院裁定 兩百萬交保後 檢方又發現 陳崇文竟然和證人串供 立刻提出抗告 經過高院審理後 將案件發還給北院更審 兩個半小時的激壓庭後 陳崇文逆轉改裁 激壓警戒 警察局太認真 司法破壞 政治追殺 曾經高喊政治追殺 但檢聯早就掌握 監視器廠商台志光 不滿議會預算遭砍 找上陳崇文官說 要對方透過質詢施壓 讓預算調整過關 更疑似拿出百萬元行賄 儘管陳崇文否認收賄 但被問到帳戶裡的 2500萬金流從哪來 卻只回答借貸 和忘記了 前後說辭矛盾 檢防手中掌握陳崇文 涉犯土利罪的關鍵 其實不只北市警局 其他相關局處 只要涉及監視器預算 也都能看見陳崇文 土利痕跡 這回抗扣成功 將陳崇文羈押禁見 只怕也將流出更多犯罪事證 不過接下來帶您看 這幾艘中國籍船 到底是不小心 還是刻意在測試 我方底線呢 原來是20號下午3點多 有好幾艘中國籍漁船 趁著海鄉不佳避風之際 竟然越界進入了我國 親美及貓雨附近的海域 第一時間被海巡發現之後 立刻廣播並使用水炮驅離 沒有想到當中 有三艘漁船 竟然沒有船名 刻意塗抹 不讓船名曝光 驅離警報聲大響 海巡艦艦艇針對越界的中國籍漁船 不斷警告 但對方人就沒有轉向趨勢 最後海巡開啟水炮 只是這些漁船向外驶離 20號下午3點多 海巡艦艇在七美及貓雨附近的海域 發現五艘中國籍漁船 越界進入我國禁止水域 海巡立刻廣播進行驅離 受到中北季風影響 21號海巡不佳 7到8級的陣風轉到10級 浪高也有3到4米 風大之際 中國船越界避風趁機作業 當時我國艦艇透過雷達偵測 發現可疑目標 下午3點多 先是發現五艘漁船闖入禁止水域 隨後5點多時 又在草宇南2.8里附近 發現兩艘越界漁船 其中還有三艘無船民 海巡不佳 有安全顧慮無法登檢 隨即實施廣播水炮及鳴敵方式驅離入船 向外死離 避免大陸漁船入侵作業 確保海域安全 近期許多中國籍漁船入侵台灣海域 為了確保海域治安 海巡人員兼定執法 守護漁民安全 三新聞 汪文宥 黃世函 朋友講報導 還有這一期公安意外 實在令人冒冷汗 怎麼突然之間 有巨大的招牌掉下來 原來是今天上午10點多 在花蓮的國聯五路上 本來一家飯店 正在實施招牌更換工程 但因為途中掛鉤鬆脫了 導致整塊招牌 竟然從7樓的高度 直接掉下來 還扎中一台停在路邊的汽車 還好當時無人經過 沒有造成人員上網 兩台工程車合力進行招牌更換 沒想到下一秒 整塊招牌硬生生 從高處墜落 整塊大約長15米的招牌 就這樣橫躺在馬路上 佔據兩個車道 21號上午10點多 花蓮國聯五路上的一間飯店 正在實施更換招牌的工程 沒想到疑似掛鉤鬆脫 導致招牌從7樓高處墜落 砸中一台停在路旁的汽車 造成車輛的板金受損 昨天當時沒有其他車輛經過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警方獲報後立刻到廠協助交通管制 施工廠商也立即派出吊車 將招牌快速移除 讓道路恢復正常通行 指示建設處到廠後調查發現 業者並沒有合法申請戶外廣告的工程路權 現場的廣告招牌 它是未合法申請的 也沒有申請到許可 那我們後續的部分會針對 未申請許可廣告招牌 這個部分來依建築法部分來做採除 後續的賠償我們會協調 吊車公司 廣告公司 還有我們飯店會經常來協調賠償的問題 業者表示新的經營團隊 今年一月才剛承接飯店 沒想到在進行裝修更換招牌時 會發生意外 巧合的是這家飯店對面 三年前另一間飯店 在執行拆除工程時 因為拆除不慎 導致整棟大樓倒塌 橫躺在馬路上 同個地點發生兩次施工意外 讓當地人議論紛紛 三次一位旅人黃師凱 歡迎超波羅 另外這宗教盛世讓大家好開心 因為兩百年來頭一遭 這媽祖進了雲林林內了 尤其白沙騰 廣庭 媽祖進鄉第四天 今天從章雲大橋跨入了雲林的林內鄉 還沿著台三線進到斗六市 開創了新路線 開啟了歷史新篇章 而且粉紅超跑這一來 讓全鄉居民為之沸騰 有人為此提早一個小時下班 希望能見上女生一面 甚至連貢品都是臨時張羅 而且鄉長還一路多次跪求 希望粉紅超跑能造訪 結果媽祖真的來了 大家紛紛排隊想去鑽叫底 雲林內鄉長還興奮到 一度連話都差點說不出來 三個一爬就好 四個太寬了 三個 三個一爬 不知是否全林內鄉的居民都來了 民眾情緒高漲沸騰 爭相嫩又咖的人籠黏眼 看不見鏡頭 我好開心喔 真的興奮到無法言語 也沒有辦法用文字形容 就是滿滿的感恩 感謝我愛媽祖 會這麼興奮不是沒有原因 一向行蹤漂浮不定的粉紅超跑 此次偏愛走山線 萬人湧入林內鄉激動朝聖 附近小吃攤食物被一掃而空 媽祖這次要帶這麼多人過來 對啊 這滿感謝媽祖 對 關注媽祖的定位 是 對… 所以特別重回來接駕媽祖 去年有一次也是在餓水那邊 是 急轉彎沒過來 落空了 差一點 根據拱清宮的說法 曾經有淨香活動紀錄以來 將近兩百年從未進到雲林林內鄉 一路沿著台三線破天荒走進斗六市 超期待的直接下班衝過來看 我會拿來給他等來飲食準備的 我覺得不太可能會過來 因為路徑好像不太一樣 媽祖途中停駕炮側中施大門口 阿兵哥馬上拉出紅布條來迎駕 白沙豚緊鄰台灣海峽的海邊 但田中這二水鄉 林內鄉都靠山 粉紅超跑經過這三個鄉鎮真的罕見 香燈角跟隨白沙豚媽祖南下長征 也一同見證歷史性篇章 在立新聞中部 綜合播動 但這一次白沙豚媽祖進香超過18萬人跟隨 其中為了祈福之外 也有人特地來還願 像是彰化在地知名的 彰化牛乳大王的後代盧老闆 他說自己結婚多年西夏五子 去年向白沙豚媽祖求子 終於成功懷上喜的龍鳳台 因此今年特地帶著全家來還願 但另外還有一對母子攔下了神教 說自己因為女兒得了癌症 媽媽現場淚崩 特地來請願希望媽祖四福 讓女兒早於康復 民眾發放節約美食塑膠杯裝 裡頭放洗好的水果 讓香燈角吃得方便 彰化木瓜 這間很有名 謝謝 發放的人竟然是彰化在地知名的 彰化牛乳大王 後代傳人盧老闆 首次來發節約品其實是因為 其實就是一個還願 因為就是有兩個小朋友 太太跟媽媽各抱一個男女寶寶 洋溢幸福的笑容 因為盧老闆夫妻結婚七年 求子三年 期間自然受孕或是事關抱抱 全都嘗試過都無過 去年競相向白沙頭媽祖請願 沒想到隔年就成功 後續哥哥跟妹妹也來向媽祖求子 都順利懷孕 三四年前有一次的機會我到白沙頭那邊 我有跟她求 我想要小孩子 當下是給我否決的 一直跟她求說 我跟太太就是想要有小孩子 一直是我們的心願 讓我們能夠順利有小孩子 我奉獻一點心力 然後給誰相克 媽祖那時候有給我一個雲杯 白沙頭媽祖禁箱超過18萬人跟隨 有人來向媽祖還願 也有人來請願 這對母女千里迢迢遠從基隆追媽祖 媽媽哭著生死歷節 女兒得癌症 一想到可能發生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劇 就難以接受 兩人跪拜在地請求白沙頭媽祖賜福 媽祖娘娘停假約兩分鐘 似乎聽到這位媽媽的心聲 這幫人員抬起鑾叫讓這對母女鑽叫叫 期盼受到白沙頭媽祖庇佑 病情能有所好轉 三雄綜合報導 那這一路金箱隊伍浩浩落盪走在路上 最前方的頭琦肩負著引領信眾的重責大任 也要幫媽祖來開路 不過有一點點好玩的是 這白沙頭媽祖因為常常臨時變換方向 離頭琦越來越遠 因此不少信眾就開玩笑說 頭琦有的時候都被海放 舉著兩百多公分的頭琦走在隊伍最前方 四方形的頭琦造型以古代兵器為象徵 是白沙頭媽祖近鄉的先鋒旗 一般來說頭琦到了 預告媽祖距離不遠 不過白沙頭媽祖經常臨時改變路線 信眾不禁開玩笑 頭琦別亂跑 帶領信眾向前走 根據傳統頭琦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凸顯勇往直前的含義 不過一旦媽祖突然改變方向 頭琦就得想辦法繞路 找媽祖還不能走回頭路 每走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都會依照往年的經驗 去判斷跟去考慮一下說 媽祖大約會往哪邊走 2021年就曾發生過隊伍來到園林時 媽祖突然停在路邊 等了大約6分鐘 大家都以為媽祖要住駕休息了 才發現頭琦從後面跟上 原來是因為雙方路線沒有對上 媽祖特地停下來稍等一下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說 頭琦好像都亂走這樣子 事實上大致上不是這樣 因為第一個人很多 第二個是因為媽祖的方向 在變化的過程 我們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很準確的判斷 所以像有幾個重要的路口 我們就會停下來 頭琦組相對來說走的路又更多 不過沒有預定路線 就是白沙屯進鄉的特色 也算是一種小樂趣 三類新聞 楊敬 李文盛 神玩一彰化 隨訪報導 但開車路上遇到這一幕 可能也笑不出來 這大馬路上怎麼出現了梅花路 原來就是屏東恆春有民眾開車 行進了台26線的時候 恆春往墾丁開在路上 竟然看到有梅花路跳到大馬路上 他嚇到第一時間趕緊緊急煞車按喇叭 而且肯管處還說 因為目前監測到 當地大約有兩千多頭的梅花路 為什麼出現在馬路上 可能是去年出生的幼路獨自生活之後 有的時候會引來流浪狗追逐 或是數量比較多跑到這裡 而未來會針對出沒熱區 特地出立告示牌提醒 大家不要撞到路 恆春民這種路上行駛 突然看到前方有梅花路 頭上有著路腳 用不快的速度過馬路 大馬路上開車遇到梅花路 穿越馬路駕駛真的是行駕駛 就怕不小心撞到他 以駕駛當時行駛台26線 恆春鎮往南灣墾丁方向 週四上午時間點車流不多 而沿線其實都有出力 梅花路出沒請注意的告示牌 很難注意的 因為路路真的漂亮 你臨時衝出來 你速度如果太快 沒有一個注意就把它撞下去了 開車會遇到梅花路的機率 真的不大 根據肯管處委託平科大的調查 目前恆春地區約有兩千多頭梅花路 透過夜間偵測 打批梅花路密密麻麻在草原奔跑 白天空拍群體行動 只是為何會單獨出現在恆春的道路上 猜測是這個原因 正好是去年出生的幼鹿泥爐的時候 就會獨自生活 這時候也引來非常多的流浪犬 會來追逐的事件 也加上租錢量比較大 也需要開始去租水草而遷移 墾丁地區去年1月也曾有駕駛夜間行駛 不小心撞到梅花路路角瞬間炸開 隨即跑掉 由於事發地點位在墾丁國家公園內 人傷車損都可以申請公共意外責任險的理賠 更晚處除了針對梅花路足取量的控制 針對出沒熱區立牌提醒 也呼籲駕駛人行駛該路段 放慢速度多加留意 三數珠君解放數珠評論報導 還有接下來您看這不是開玩笑 真的有人姓烏鳴龍珠 原來這是連鎖烏龍麵在台開店10周年 又是逢龍年 特地舉辦了一個活動叫做尋找烏龍人 而且你的名字裡面只要有烏龍兩個字 就可以免費吃麵一整年 這活動從3月18號開跑到現在 全台已經找到了7位姓名當中有烏龍兩字的民眾 而其中有一位女性的名字還叫做烏龍珠 業者還預估這次活動之後 他們的業績至少可以成長一程 看看身分證你也叫烏龍嗎 現在只要名字裡面有烏龍兩個字 就可以讓業者免費請你吃一年份的烏龍麵 烏龍麵業者舉辦尋人啟事 只要姓名中一個字想買一送一 兩個字全對中就可以免費吃一年 沒想到全台目前已經有7位烏龍人 就沒想到也會輪到我 我也有這樣吃一整年的 免費烏龍麵 剛好滿10年 然後也剛好今年適逢烏龍年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 就是玩一下姓名梗 來找到我們真正的是烏龍的好朋友 不只烏龍麵業者 最有名的就是壽司狼 推出名字有鮭魚二字的人 就可以整桌免費 當時全台有超過300人 一窩蜂把名字改成鮭魚 還有凱達飯店只要生肖屬龍 或姓名里有龍鳳兩個字 就可以想星級餐點辦家優惠 就連真仙也曾在雙十一期間 推出名字內有滾一個字 餐廢打五折 滾滾兩個字全桌免費 其實蠻好達標達 因為其實叫龍的 男生應該蠻多的吧 就是四五十歲那個年齡層 所以我覺得至少 比之前鮭魚辦的有誠意一點 餐飲業者接連推出姓名優惠活動 業者也是希望發掘烏龍人 年輕時的去世 台灣民眾熱衷參與 只是就怕重演當年 鮭魚吃亂的改名事件 3C新聞 高雲新聞 沛花 台北恰寶寶寶 但如果接下來想要吃牡蠣 可能有一點點難度了 因為最近台南沿海牡蠣 正值收成期 卻不免應大量死亡 漁惠還統計 當地總共八千鵬的養殖科 現在竟然有超過四分之一 兩千鵬已經不幸死亡 因此等於損失超過了四億元 加上近年來 台灣面臨了越南牡蠣進口的挑戰 如今本土養殖牡蠣又大量的死亡 讓科農生計更加雪上加爽 蚵仔大把大把丟入高湯煮滾 大口咬下超juicy 蚵仔季節來了 但台南的蚵農笑不出來 這都是純坑的 是純坑的 這都拌真好的而已 總車採收好的蚵仔 死亡率一半以上 這都沒有了 你會看這個卡公開 蚵仔幾乎變空殼 台南沿海安南安平到南區 外海養殖的蚵仔 不明原因大量死亡 漁庫有類嘛 進口科衝擊 本來就一定沒生理 你現在還尋到你的東西都沒死了 所以今年的漁民很可能 進口科夾擊 本土科又大量爆殼 以正常情況來說 採收一蘭蚵仔可以賣兩千塊 現在一蘭只剩半價 蚵農血本無歸 漁會也統計台南沿海養殖科 超過八千棚 產值十六億 至少死了兩千棚 經濟損失四億以上 去年因為越南牡蠣進口的關係 造成我們的養殖牡蠣的滯銷 然後再加上這個爆殼死亡的狀態 漁民的損失非常的嚴重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妝案貸款的補助方式 來讓漁民度過難關 由於四五年前 台南的蚵仔也曾大量死亡 科農懷疑是輸菌工程 造成抵殺陽起的細菌 導致牡蠣死亡 漁會找來牡蠣醫生 會看找原因 要讓科農損失別再擴大 三立新聞王少宇 灰山談談報導 單區看個皮膚科 怎麼精傳被偷拍呢 原來徐新北市有一名女病患 指控在19號晚上 踏通三重的一間知名皮膚科就診 沒有想到上廁所的時候 卻發現疑似遭到一名男護理師偷拍 氣得馬上報警提告 但是警方到場之後 檢視這名被指控的男護理師手機裡 並沒有發現相關的偷拍畫面 甚至診所裡也沒有監視畫面可以佐證 但是受害者指控 疑似就是護理師自己刪掉了檔案 但診所回應 這名護理師已經離職 但接下來會全力配合調查 無論你是紅豆綠豆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醫師自拍影片 未教各種皮膚狀況 這間位在新北市三重知名的皮膚科診所 無論是平日還是假日 都有不少病患上門看診 但現在卻被指控 裡頭一名男護理師 趁女病患上廁所時 居然拿手機從縫隙偷拍 受害女子崩潰還原事發經過 因為是性別友善廁所 男女都能進去 但因為現場沒監視器 對方手機也沒有影像 讓她氣憤 連最基本的安全環境規劃都沒有做好 診所出面澄清 廁所的台階和門縫幾乎緊貼 但無論如何都會全力配合調查 有沒有偷拍 恐怕也只能等證據還原 才能好好釐清 三宣家還明陳廷錄協報道 另外去年頂震驚社會 新北市國中理竟然發生學生傷警案 而且涉嫌行凶的少年今天上午被移送檢方之後 正是依照一般刑事案件審理 另外一名涉嫌教授的少女也一次被列為控犯 同樣被裁地移送新北地檢署偵辦 但對此死者家屬痛批 司法過度保護加害少年 因為依照刑法即便有涉及傷人罪 因為未成年還是不能被判處死刑或是無期徒刑 即使被起訴定罪之後表現良好還是可以假釋 因此他們希望未來能修法 針對少年犯罪加重刑責 去年12月震驚社會的新北校園傷警案 釀成15歲國三生傷重不治 涉案少年乾哥和教唆的乾妹 經過少年法庭三個多月的審前調查 20號法官宣誓裁定 將少年移送地檢署 少女被列為共犯同樣被移送偵辦 死者家屬坦言 開庭時乾哥乾妹的態度看不出詭異 更查出兩人父母早已脫產 痛批司法過度保護 加害少年 少年就是未來也可以圖校前科嘛 這樣就算了 所以就針對父母的刑責的部分 他們希望有一個檢討 接近國外少年刑責規範都不同 台灣針對12歲以上未滿18歲的國民 而美國則是全球唯一可叛未成年 終身監禁國家 日本若是涉犯死刑 則改無期徒刑 韓國和台灣一樣沒有死刑 也沒有無期徒刑 最高二十年有期徒刑 而我國司法史上被判最重的少年份 就是2010年槍殺台中地方角頭 翁崎南的廖國豪 當年廖國豪年僅17歲 被送往少年法庭審理 但他犯案後沒有悔意 也不願意說出主謀 最後加重判刑 合併執行期達最高上限30年 犯殺人罪的少年依法 已經免除死刑及無期徒刑 法定刑度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後續若地檢署起訴後 將移到新北地方法院審理 最終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成年後移動到一般監獄 表現良好又可假釋 看在被害家屬眼裡 依舊難以平復 心中的痛 三連新聞和孟哲學商語新北長報的 另外發生在昨天 台北市一間營樓晚間驚喘搶案 歹徒還持槍刑場 但業者父子兩人頑強抵抗 導致最後歹徒搶劫失敗 徒不逃逸 但途中竟然還掉落了一個彈匣 跟7顆子彈 警銷貨報到場之後 趕緊搜證處理 短短3小時 就把這名高齡65歲的 理性嫌犯逮捕到案 而嫌犯落網之後公稱 是因為自己愛打小鋼豬 輸了真正200萬 一時心生歹念 才行強 一名穿軸背心的男子持手槍 一路狂奔迅速穿過巷口 這名男子20號晚間7點多 到台北市松山區營樓持槍刑搶 但遭到業者父子擋完搶抵抗 嫌犯欠狀不妙 徒步逃離現場 我只是先追起 啊 所以那後面 他沒抓他的那邊扭傷 他不是被送到他 歹徒當時到店內還假裝買金飾 只是搶營樓未得手 民眾募集 營樓老闆跟他兒子 也一路追到店外 巴德路三段這間超市門口 發生扭打衝突 嫌犯就往光復南路46項 方向逃逸 父子倆也分別受到輕傷 送往台北長庚以及台安醫院 扭打現場留下7顆子彈 以及一個彈匣 警方也調閱監視器 循現追氣 三小時後就在光復南路17項內查獲65歲的李姓范賢 在他的身上也查獲一把改造手槍 而他落網後便稱因為愛上打小鋼豬 輸了200萬元才會一時心生歹面行搶 只是離境嫌犯過去就有竊盜搶奪 加重強盜槍炮炸欺等等前科 這回挺而走險持槍搶營樓 還打傷一對父子 也被一搶奪及竊到罪嫌移送法辦 三十晚正想來來信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這個搶營樓的嫌犯落網之後 袁瑾也在他身上搜出了犯案用的PPK改造手槍 儘管他當下辯稱這槍是過世的朋友寄放在他這裡的 但這樣的說辭警方並不踩信 而且根據了解這款PPK改造手槍 過去在台灣也曾經涉及多起的重大槍擊案 包括了2021年天道盟技工會巴黎分會長 當時遭到了槍殺 還有2022年南投草屯升級公司四死命案 甚至根據了解 這屬於解放軍制式槍廠旗下公司所製造 而且這華東氣槍廠的黃信廠長 也被查出多次入境台灣 指導業者如何將玩具槍 改造成具有殺傷力的禍藥手槍 頭戴白色鴨舌帽雙手遭上銬移送地檢 他就是前一天晚上犯下銀樓搶案的理性嫌犯 警方也在他的身上搜出犯案用槍械 嫌犯陸往後公稱 槍是過世的朋友激放 但警方並不踩性 經過監視小組鑑定分析 也確認這是一把PPK改造手槍 而這款槍支 過去也曾涉及多起重大槍擊案 包含2021年天道盟技工會 巴黎分會長林文章交槍殺 以及2022年南投生技公司 行刑是四死命案 槍手用的都是這款PPK改造手槍 俗稱大黑心 因為沒有防改設計 加上槍管、撞針、彈匣三大漏洞 輕易改造就能激發 過去也被不少黑幫廣泛使用 2022年刑事局警方也曾溯源追查 除了逮捕黑槍業者以及改槍師等人 也查出幕後藏鏡人是具有解放軍背景 專門供應武警、公安槍支的 華東氣槍廠黃信廠長 調查發現過去他曾多次入境台灣 指導業者如何將玩具槍 改造成具有殺傷力的火藥手槍 那這樣的用意其實很耐人詢諾 因為目前兩岸關係緊張 是不是對岸故意派專業人士 來擾亂台灣的治安 或許他們想用這樣的藉口 來無從台灣不得而知 中共動作頻頻 如今還入境指導改造槍 試圖影響治安關乎國安問題 警方不敢掉以輕心 持續上上溯源 避免黑槍繼續流入市面 三星人正常來信義台北採訪報導 不過接下來這個案子 宛如電影畫面 警長竟然是毒販 原來這是一名前香港西九龍 許姓警長 在反毒行動當中 竟然跟女線人墜入了情網 甚至她還偷偷偷走了25公斤 市價高達台幣6500萬元的冰毒 跟女友串謀去販毒 現在最新判決出爐 法官判定 這名知法犯法的前警長 將入獄服刑 23年10個月 警車飛驰追起嫌犯 是港片經典劇情 如今竟然爆出模範警長 愛上女線人串謀販毒 一個前凡黑組警長 承認斯坦24公斤冰毒證物 時任香港西九龍總區 反黑組警署警長許思汗 在已婚狀況下邂逅女線人 他日內參與掃毒行動時 從搜查到的300公斤冰毒裡 拿走25公斤 市價大約1600萬港幣 相當於新台幣6500萬元的毒品 交給女線人轉賣 五本賺暴利 但就算當上警長 只依舊包不住火 在尖沙著一間酒店訪輯毒 時任警署警長許思汗 突然拿着訪卡進去 身上被搜出超過2公斤冰毒 比巴黎党還誇張的劇情 真實上演 警長現任情侶黨 當場雙雙被捕 經過將近4年審訊 判刑結果出爐 考慮她認罪和女獲家獎 扣減兩個月刑期 判囚23年10個月 然女被告就監禁16年6個月 港媒報導 徐斯漢1996年當上警察 表現出色多次獲得嘉獎 2008年升官當警長 沒想到爆出醜聞 葬送自己的職業生涯 也讓今年風波不斷的香港警戒 再蒙上一層陰影 三里新聞 劉絕宇報導 但虛擬AI人物 竟然也會危機回應嗎 原來是國外一名人妻 最近發現她的丈夫外遇了 但對方竟然是個 曲線傲人的金髮AI 兩人會趁上班時調情 丈夫為了這個虛擬小三 還砸了超過31萬台幣 甚至買了性感內衣給對方 她受不了跟丈夫攤牌 對方竟然告訴她 這只是線上遊戲 反怪妻子太小題大作了 電影中男子笑得像個孩子 現實中和虛擬情人交往 可能陪上所有 對著鏡頭自拍清純撩人 因為33歲的外國人妻 發現了一半出軌 卻抓不到兩人 優惠的證據 她的丈夫趁上班時熱線 還會買性感內衣給對方 奇怪的是 手機卻不斷出現 成人網站的付款E-mail 有字顯示 約薪台幣1.6萬元的庫款 她和丈夫攤牌 對方先謊稱是詐騙 一查才知 小三是擁有傲人曲線的金髮AI 丈夫前後砸錢 超過30多萬專寵 像她先生欲罢不能的是 英國科技公司創建的AI女友 擁有不同人設 但都擅長聊天調情 隨便一個年營收都超過100多萬 有婚姻與家庭治療師親自下海實測 卻意外發現他的AI男友 竟然漢卷一樣也會不忠 只是另一半愛上AI 輕隨的人妻說 丈夫覺得只是線上遊戲 不算出軌 網上討論翻天 勸離不缺合 畢竟財務和精神的不忠 和劈腿小三 每兩樣都是背叛 台北新聞 燕西報導 那您最近要去日本旅行 甚至去東京附近的計劃嗎 要格外小心 因為臨近東京的磁城縣南部 台灣時間今天上午8點多 發生了規模5點3的地震 但這只是個開始 因為日本氣象廳警告 未來2月來2到3天之內 當地還有可能出現大地震 監視器鏡頭劇烈搖晃 日本時間21號上午9點08分 被關東磁城縣南部 發生規模5點3地震 這位深度只有50公里 屬於潛層地震 東京都多個地區有感 雖然沒有海嘯警報 所謂首都直下行地震 是指證員位置 位於首都下方斷層的地震 由於首都建築人口密度高 一旦發生災情慘重 日本內閣俯視出模擬畫面 每個場景都觸目進行 無論市區還是山區 民宅通通大偶一片 還引發土石流 柏蓉路隆起一旁轎車燃起熊熊火焰 更可怕的是電氣瓦斯爐 可能讓整座城市都陷入大規模火場 首都直下地震的被害想法 不只上網慘重 日本土木學會最新推估 首都直下行地震帶來的災損總額 高達1,001兆日元 相當於新台幣217兆 而從3月開始 關中地區頻頻發生小規模地震 如今自呈現以下震道規模5 日本氣象庭警告 未來2到3天內 還可能發生強震 讓日本民眾提心吊膽 下日新聞 劉絕宇報導 另外一件男人 這個話題民眾黨立委黃國昌今天直行時爆料 說監察院長陳菊去年去高雄輔選的時候 被發現車上放的伴手禮 竟然是立法院的專供酒 疑似陳菊為了輔選亂花納稅人的錢 但對此今天陳菊辦公室反駁 說車上的物資都是陳菊個人的用品 無關公帑 希望黃國昌不要看到紙箱就開槍 而民進黨團總召柯介明也說 立法院的專供酒都是立委去買的 反嗆是黃國昌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檢局當監察院院長 跑下去高雄輔選 已經很誇張了 結果他去高雄輔選的車上 竟然有立法院的專供酒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立院質詢秀出檢舉照片 指控監察院長陳菊去年抵代立院專供酒 到高雄輔選還拿來送人開轟太離譜 如果是按照上一屆 這種濫發的方式 甚至監察院院長下去浮選帶著專供酒 還是立法院的 這件事情就稍微太離譜了 納稅人的錢不可以這樣花 黃國昌指控的就是去年12月30號 陳菊跟子弟兵李柏毅同臺的場面 對此陳菊辦公室反擊 立院如何分配專供酒跟陳菊沒有關係 車上的物資是陳菊個人物品沒有私箱授受 無關納稅人的錢 看到紙箱就開槍的行徑可以質疑 當天是私人探友行程 無關政治和選舉 在外面看到立法院的酒 就說是公堂去參加教會的活動 跟候選人也沒有碰到 被說成是輔選行程 真是太離譜了 李柏毅反向黃國昌看到黑影就開槍 更強調陳菊根本不是輔選行程 而黃國昌影射陳菊拿納稅人錢 送立院專供酒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也貼不下去 黃國昌想開轟陳菊亂花納稅人的錢 反而被揭露似乎對立院生態不熟悉 三順歡迎金融部台北參謀道 那什麼是立院專供紀念酒呢 根據了解 它是金門酒廠的五年以上成高 一瓶一千多 價格相當實惠 但畫面上您看到這三種 其實不是一般人想買就買得到 因為除了要送給外賓之外 立委過去也會買來送禮 之前是立法院幫委員代購 一個月可以訂購一箱 但後來改為是立法委員們 向金酒自己買 因為紀念酒太受歡迎 意外也成為了選民服務的一環 但一年一人限購30個 寶藍色陶瓷瓶生還燙金印上一場圖案 這一支這是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的 立法院紀念酒 五年以上金門成高 而這一款藍色版本已經走入歷史 最新出產的則是採用白色外觀 搭上南瓜造型陶瓷瓶生和燙金一場圖樣 而立法院紀念酒過去就相當受歡迎 立委笑說成了另類選民服務 那尤其是我們南部的鄉親特別的喜歡 拜會的時候 都有人會問說 你們有立法院的過兩句 如果不夠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去跟其他的同事 再那個借一下 美國的這個國會議員來 來的時候特別記得 很多年前來拜訪的時候 是王金平院長 他到現在還念念不忘 過去立法院都會事先 變預算代電費用 每個月替立委代購六瓶 直到被外界質疑之後 2016年才取消代購服務 改為立委自行向金酒購買 立法院也沒有酒廠 每個立委都要自己花錢 向金門酒廠買酒 所以沒有免費這件事 而立法院紀念酒 也會因為不同屆期 推出不同款式 像是第五屆到第六屆 用白色瓶身 而第七屆到第八屆 王金平當院長時 採用深藍色瓶身 第九屆第十屆 蘇家權有喜昆陣內 用的則是南瓜造型瓶身 雖然外觀不同 但都是統一價格1680元 直到近年因為物價關係 調漲到1730元 但因為一般人無法購買 在網路上價格水漲船高 藍色款價格飆到6800元 白色南瓜款也賣到了3250元 就連空瓶誘人在網路販售 沒想到立委質詢 再度讓紀念酒成為熱門話題 三立專領開局馬約款 太報道 不過今天總統府 倒是有個輕鬆的場景 那就是相隔24年之後 中職衛權龍隊奪下了 中華職棒總冠軍 今天獲得了總統蔡英文親自接見 連資深棒球迷 副總統賴清德也同場來祝賀 不過其中有一個人物焦點 是大師兄林智勝 因為整張臉紅通通的 被小英總統連問了兩次 你是害羞嗎 事後他解釋是因為被點名稱讚 所以害羞臉紅了 大師兄 他看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衛權龍隊相隔24年 奪下中華職棒總冠軍 前進總統府接受表揚 林智勝這張臉顯眼到小英總統 很難不多看幾眼 你的臉本來是紅紅的 還是因為這樣所以還紅紅的 對比坐在右手邊的 極力極撈的有黑皮膚 大師兄的臉黑裡透紅 事後說因為被點名稱讚 害羞到受寵若驚 為權龍拿下總冠軍 蔡英文與副總統賴清德 一同賀喜 接下來我們這裡有個資深 詩迷 就是我們賴清德副總統 通常總統在接見外賓的時候 副總統是沒有機會講話 也不應該講話 可能是體戀我這個是球迷 輕鬆場合正副總統言談也鬥樂台下 資深球迷賴清德特別提到總教練 葉君章很有料 魏權龍回來三年就奪冠 還向龍對本土王牌徐若曦 王維中喊話要身體健康 其中一位投球時更讓他眼睛發亮 我跟總統報過天性我們台南人 最近每一次上場我都很注意看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特意上前跟每個球員握手 顯見賴清德對棒球熱愛 中指會長蔡啟昌也許用未來的棒球總統 能協助破壞更好發展 三星新聞 另外一把 SN1組台北報導 不過接下來這個發展 也是把藍綠衝突開玩笑嗎 原來一致是 日前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在立法院委員會 熊爆了綠營立委吳思瑤 把他長拉到牆角 引發事後雙方互敲是個演技派 沒有想到這事件還沒完 因為民進黨立委林月琴爆料 說隔天陳玉珍還開玩笑的跟他說 只要抱你一次你就會出名了 這樣的說法讓林月琴批評陳玉珍 根本是藐視國會 對此陳玉珍親自回應 說誰抱誰的事已經翻篇 希望其他立委不要再來撐了 日前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虐同案專案報告 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把搶先霸戰被巡台的吳思瑤 一個熊爆甩到牆角 好會演戲喔 你們有氣啊 不用再講 不可以這樣 你不要去演發電腦太可惜了 又拉又扯讓吳思瑤痛的大叫 還被陳玉珍反嗆言很大 儘管被批評暴力行為 但民進黨立委林月琴更爆料 事發隔天陳玉珍竟然跟他這樣說 如果我抱你一下你就會出名了 我一定要抱你一下讓你出名 雖然那天在議場的時候 他有點開玩笑的似的說 我認為本來我們就應該要嚴肅來面對 沒有一個人因為有爭議之後 然後被爆之後就出名 我覺得這不是我所想要的 面對林月琴批評 陳玉珍也發聲明反嗆 誰抱誰這種枝為末節的事情 已經翻篇了 更向林月琴喊話別再來蹭這話題 但陳玉珍既出熊爆這一招 也不是頭一招 不要不下 2019年為了中選會人事案藍綠搶佔主席台 陳玉珍當時就從還是立委的蔣萬安後方 緊緊環抱 臉上還露出一抹微笑 當時不只網友做梗圖萬安警報 陳玉珍聲量也因此飆高 但搶版面可不是只有這一招 過去陳玉珍也曾全套自行車裝備 安全帽手套通通有 更曾戴上拳擊手套迎戰民進黨超級搶劲 也讓這次被熊爆的無私搖酸溜溜 陳玉珍簡直把暴力當有趣 把施暴當失恩 儘管陳玉珍成功佔進版面 但也讓外界質疑似乎只要有聲量 比什麼都重要 現在發生有感低階 他們主因特報道 不過這起驚人的意外 就發生在昨晚 一台滿載27人 從高雄出發到阿里山的遊覽車 晚間8點多回程時 行驚人五水管路寒凍時 突然之間 這遊覽車竟然切近線高才2米高的機車道 導致車頂撞上寒凍被消去了一大半 而坐在第一排的老先生 當場死亡 還釀成了14人輕重傷 事後警方調查 駕駛疑似是為了節省時間 提早切近了慢車道 才會不幸撞上了寒凍釀成死傷 而且據說 死者出世之前 騎師女兒說 曾經接到了爸爸的電話 對於司機一次繞路有一點點生氣 但事後女兒哽咽的說 6月份本來要把爸爸慶祝八十大壽的 現在永遠等不到這一天 週三晚間8點20分 遊覽車行進高雄人五機車道 朋友的醫生撞上了寒凍水泥 劇烈撞擊車頂被消去一大塊 而這一團從高雄人五出發到阿里山 一日遊的旅行團 車上連同駕駛導遊共27人 這一狀釀成一死十四殺 這算是高家人 第一道是家人 還有司機坐的後面 快到現在已經到高雄了 不知道在那什麼 有點生氣了 四人女兒接到二號 表示事發前 曾接到父親電話 生氣 司機亂繞路 遊覽車原本是應該開在 限高4.3公尺快車道 卻闖入了限高兩米的慢車道 老公坐在司機上方第一排的位置 撞上寒凍後當場死亡 絕對不能接受 你開機車道 換機車道 有節省到什麼時間 他有一個限高很大的標誌在那邊 身體健康的周姓死者 有五個女兒 一個兒子 一家人感情很好 現在就已經在計畫 六月要幫爸爸慶祝拔石大壽 而這次阿里山一日遊 二十幾個人在風景區 留下合影照片 而出遊的座位是靠抽籤 老翁抽到第一排 遭遇死結 遊覽車公司負責人出面舉功道歉 願意負起一切的賠償責任 運安會以及檢察官 已到出事的遊覽車上勘驗 釐清相對位置 大概的相對位置 有沒有需要補牆 就是檢查座的這種 有沒有需要做補牆 為節省時間 稅提早切入行駛激慢車道 因車高超過該寒洞 限高兩米 導致車頭痣狀 遊覽車駕駛不是當地人 疑似路不熟 加上為了節省時間 闖入機車道撞寒洞 量刺一死十次傷 歐西蘭王枉死 來不及過八十歲的生日 留給家人的事 無限遺憾 三雄南部 最後報導 當這起死亡車禍發生之後 外界都要追 證明有著25年經驗的駕駛 怎麼會犯這種錯 根據瞭解 他是個屏東人 公稱自己路不熟 但過去六年 有三次違規的紀錄 而且在證詢過程當中 家屬痛批 駕駛的態度看來一派輕鬆 只說沒有注意線高才會撞上 實在讓他們不能接受 而且他這一次駕駛座上 還被發現有藥物 是不是身體有問題 或是有沒有超時工作 現在警方已經調出了 行車記錄器 接下來都列為釐清重點 五十六歲 鄧欣游覽車駕駛 整個人包緊緊 跟著檢警回到事發現場 面對記者提問 鄧欣駛駛完全沒反應 他對警方公稱是想要省時間 才會走急滿車道 對於線高完全沒注意 這讓家屬不能接受 白天來他是走下面 晚上回來的時候他走上面 跟晚上的時候看的時候不一樣 然後都笑一下這樣 他都一拍輕鬆 他有多一些責任說 他看到線高那邊 柱子上寫4.3公尺 但是那邊是寫橋下 你橋上這邊明明就寫得很清楚 鄧欣駛駛是屏東人 六年來有三起違規 包括導車未注意人車 未依交通標誌指示行駛 以及違規臨庭都已經結案 鄧欣駛駛開遊覽車 大陸有25年的經驗 出示的遊覽車上被發現 隨身攜帶藥品 身體狀況有沒有問題 也是檢方調查的方向之一 這趟阿里山一日遊 7點就即可出發 一直到發生車禍8點多 超過了12個小時 正常我們去阿里山停個休息站 差不多兩次就好了 可是他停了很多次 就是因為老人家 走路又慢 他到阿里山就有休息3個小時了 客人去玩的時候他就可以 車上休息了 有網友在臉書上留言說 在國道3號南下被他刷卡 一路狂飆一直變換車道 但是記者實際聯絡到該名網友 他卻閉口不談 其他網友認為應該要提供行車記錄器 給檢方調查 這想必也是家屬的期望 遊覽車駕駛有多少舒適 都該好好面對自己的責任 蔡英宣 胡錫英 何正鳳 高雄報導 而晚間6點55分為您超過個最新消息 那就是稍早大約6點49分左右 在東部地區花蓮經傳有感地震 而且目前預估震度3級以上的地區 包括了台中南投彰化宜蘭跟花蓮 甚至我們看到震央附近的花蓮 有可能高達震度4級 稍後我們收到更詳細的資訊 會第一時間為您做插播報導 不過繼續回來來看 這一起遊覽車撞上寒洞 釀成一死14傷的意外 當時駕駛工程是會看到快車道上 4.3米的標誌 但疑似是為了省時間 才往右切到慢車道 沒有想到這一切出事了 因為慢車道的線高只有2米 遊覽車高度高達3.8米 車頭才會撞上 問題是 是不是寒洞本身也有問題呢 因為這個寒洞在上個月也有 小貨車自撞卡住 附近的民眾就紛紛抱怨 這個車道本身標示不清 三不五十救人走錯路 還常常在現場倒車 因此今天下午檢察官也匯動了 搜證人員到場丈量 要釐清哪裡出問題 檢察官匯同搜證人員現場拍照勘查 拿出池丈量寒洞高度 遊覽車撞寒洞量存一死14傷的慘況 重回現場附近民眾說這個寒洞 有常常發生意外 高度太低了 以前這個車道是沒有 或者是拓寒之後 三不五十就會撞到 寒洞進去了 據警方了解 當時駕駛工程看到中央橋蹲上 快車道限高4.3米 慢車道限高2米 遊覽車高3.8米 應該可以過得去快車道 但駕駛疑似要節省時間 網遊切到慢車道 慢車道限高只有2米 遊覽車才會直接撞上 亡害老翁與命 另外在上個月16號 也有小貨車跟隨導航行駛自慢車道 沒注意車道限高2米 導致貨車自撞卡在寒洞 小貨車直接解體 附近民眾也說 車道標示不清常有車開錯路 有的有的不懂得到 就散不住了 移動才不出力 電動才不出力 不說移動才不出力 標示更要卡住 橋墩上水管斷裂 電纜外殼撞斷 寒洞內不滿撞擊菜 相關單位趕緊派員群網修理 超地寒洞常常被撞 是不是道路設計有瑕疵 相關單位得要釐清如何改善 避免類似意外再發生 三地新聞 劉安靜 陳圓安 高雄報導 不過今天全球棒球圈 熱烈討論了一個話題 它會不會害得大谷祥平 接下來無法在美國加州 繼續打棒球呢 因為它就是大谷祥平的隨身翻譯 叫做水源一瓶 捲入了千堵案 而現在傳出它涉嫌動用了大谷祥平 高達了上億台幣的資金去簽賭 隨即已經被到期開除 問題是至今在加州 運動博弈還是屬於違法 因此如果大谷祥平對此知情 還放任水源去賭博 最嚴重可能沒有辦法 繼續在加州打棒球 不過今天看來大谷 似乎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21號今天在南韓開幕站第二站 照樣出現在先發名單 因為總教練說 大谷祥平已經準備好出賽 也沒有考慮過把它放在板凳 預計會擔任第二棒的指定打擊 但翻譯火速換人 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 洛杉磯道學球星大谷祥平 緩緩復出旅館 只不過從抵達稍微後 就入影隨行的翻譯水源一瓶 已經因為涉嫌遷堵慘到開除 水源一瓶被突然解僱 引發炫然大坡 更搶走大谷前晚 插出兩支安打 幫助球隊贏得比賽的焦點 道奇從大谷到總教練 對這件事則是三間齊口 只先贏大谷 還說會代表道奇隊 在修爾高齒巨蛋 和勝利亞哥教師隊 進行大聯盟修爾海外戰的第二站 不不不 我認為他已經準備好 而這並沒有考慮 只不過外界也擔心 大谷接下來會不會受到牽連 儘管美國大多數的州 開放運動博弈 但道奇隊所屬的 加州仍屬違法 如果大谷是在之前的情況下 幫助人償還賭債 就可能被加州法官 認定涉及賭博 最嚴重可能終生 無分來加州從事職棒 而且大聯盟內部 也可能因為牽賭案 是我涉及棒球項目 而給予競賽或是法官的處分 目前道奇隊也迅速替大谷找新翻譯 將要新任道奇隊營運部門 績銷營經理艾爾頓接任 他除了15歲以前就在東京長大 精通日文 還曾是日籍投手前田劍台的翻譯 和日本選手交流也算熟悉 希望能盡可能結合水源解質 對大谷帶來的衝擊 三內新聞 維尼珠報道 另外進一步為您補充 稍早之前金傳花蓮地震的詳細訊息 我們看到時間點 就在稍早之前晚間的5點49分 在花蓮秀林鄉金傳瑞士規模5.3的地震 而且深度大約是20.2公里 受到影響的地區 目前震度分布的情況 包括了花蓮秀林 南投荷歡山 甚至台中梨山 宜蘭南山 花蓮太魯閣以及花蓮市 現在都傳突震度高達了4級 但如此高的震度 會不會造成當地有任何災情傳出 三令新聞稍後收到最新訊息 也會第一時間為您做更新查播報導 但繼續來帶您持續關心 大谷祥平的御用隨行翻譯水源一瓶 經傳因為竊取巨資還賭債 現在被解雇 但收到了大谷跟水源一瓶 其實兩人相識已經11年 水源一瓶不只光是大谷跟隊友溝通的重要橋樑 更是大谷祥平闖蕩大聯盟最安心的後盾之一 因為他不光光是翻譯 還要負責安排大谷的行程 照料生活飲食起居 甚至因為大谷不會開車 還要擔任司機接送 宛如貼身管家跟秘書 而水源一瓶也因為大谷成為了大聯盟巨星 一棒成名之後 現在自己的薪資也相當傲人 沒有想到卻因為賭博成癮 一夕之間名聲崩壞令人惋惜 大谷祥平一派輕鬆 坐在由翻譯水源一瓶駕駛的車上 準備前往球場練習 一佩先生的運動如何 不算是不算 39歲的水源一瓶不光是大谷祥平的翻譯 更是大谷祥平覆沒闖蕩後 支持他的重要力量 不光要負責接送沒有駕照的大谷 還要協助安排行程 照顧大谷在美國的飲食起居 出身北海道的水源一瓶 因為在美國加州長大 又喜愛棒球靠著語言能力 擔任大聯盟球隊的翻譯 更因為曾返回故鄉北海道日本火腿隊 擔任洋將的翻譯 因而結識了大谷商品 大谷挑戰大聯盟自然找上水源 擔任隨行翻譯 他也從2017年後 就和大谷形影不離 陪大谷走過各種起伏 尤其是攸關投手生涯的手足傷勢 水源一路陪著大谷克服傷病 站穩大聯盟頂點 隨著大谷在大聯盟成績優異 水源的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美國媒體更推算 他的年薪可能來到15萬美金 大約476萬台幣 甚至還傳出他的年薪 是抽取大谷年薪的1%到2% 換送後可能達到4400萬台幣 可說是口意的頂級待遇 我真的在電視遊戲中獲得了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只不過水源一瓶全面珍惜羽毛 涉賭就是飯碗 不但球迷不敢相信 更擔心大谷的心理狀況 會不會因為失去這位 獨一無二的戰友而受到影響 少了水源一瓶的全面協助 大谷接下來的表現 球迷都在關注 三立新聞 衛人軍報導 不過身為之友 對大谷強平的御用翻譯 水源一瓶竟然爆出竊取 大谷強平超過1億的資金去簽賭 立刻被球隊開除 但外媒指出 其實水源一瓶從2021年開始 就開始在網路上下注 但簽賭是在棒球以外的各大球類活動 問題是他似乎簽賭成性 到了2022年底 已經欠下超過3000萬台幣的金額 水源一瓶在事發之後 第一時間是向媒體坦承 的確自己賭博成瓶 大谷還幫他還賭債 是希望他們不要再賭下去 但是後來又改口 說全部都是他的錯 大谷並不知情 新一晚首爾開幕賽 還擔任大谷翔平的翻譯 水源一瓶如今遭球團狼狽開除 弄得人盡皆知 和大谷有革命情感的水源一瓶 竟然爆出竊取大谷戶頭 至少450萬美元超過1.4億台幣 進行非法遷阻 我無法反應 無法反應 無法反應 再次無法反應 無法反應 但根據調查 水源一瓶去年9月到10月 從大谷戶頭 轉了兩筆50萬美元 給南加州 涉嫌經營地下千度的 博弈經紀人鮑威爾 水源一度還聲稱 這筆錢是大谷替他償還的賭債 調查發現水源2021年就開始下注 2022年底已經損失超過100萬美元 超過3100萬台幣 但他受訪時堅稱自己從來不賭棒球 雖然不違反MLB規定 但體育博彩在加州屬於非法 MLB也不允許非法博彩 水源勢必將受到處罰 我能夠進行好的調整 最終是怎樣 甚至有網友認為 水源三月初罕見心不在焉 就是擔心自己犯刑敗露 為了遷途不惜背叛多年夥伴 大谷和水源的情誼 看來真的留不住了 三天新聞上段報導 另外在國內政壇上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現在確定被收押禁見 因為他涉嫌圖利僅用監視器業者 之前被台北地院裁定200萬元交保 但檢方提出抗告之後 又發現他涉嫌勾串證人 但身為議員的身分 恐怕造成證人壓力 因此現在被高院撤銷交保 重新發回跟財 接下午北院為此重開生押庭 陳崇文面對鏡頭不發抑鬱 但最後結果大逆轉 法官改裁 羈押警戒 會擔心被羈押嗎 就很委屈 要說一下嗎 一週內兩度踏入北檢 台北市議員陳崇文 帽子口罩包緊緊 準備再開羈押庭 面對媒體提問 卻完全不發抑鬱 今天可能羈押庭之後 都沒有辦法再說明 是拿到幾千萬嗎 有什麼話要說 一改先前高調態度 因為這回羈押庭 對自己相當普利 繼15號法院裁定200萬交保後 檢方又發現陳崇文 竟然和證人串供 立刻提出抗告 經過高院審理後 將案件發還給北院更審 兩個半小時的羈押庭後 陳崇文逆轉改裁 羈押警戒 警察局太認真了 司法破壞 政治追殺 曾經高喊政治追殺 但檢聯早就掌握 監視器廠商台志光 不滿議會預算操砍 找上陳崇文官說 要對方透過質詢施壓 讓預算調整過關 更疑似拿出百萬元行賄 儘管陳崇文否認收賄 但被問到帳戶裡的2500萬金流 從哪來 卻只回答借貸和忘記了 什麼樣的關係 實際上有交通嗎 小心小心小心 有超代差嗎 沒有沒有 檢防手中掌握陳崇文 涉犯圖利罪的關鍵 其實不只北市警局 其他相關局處 只要涉及監視器預算 也都能看見陳崇文 圖利痕跡 這回抗扣成功 將陳崇文羈押近見 只怕也將流出更多犯罪事證 小燕燮的顧原室有頭 台北報導 不過這期關說案 也傳出有前任的公務員 原來也有介入嗎 尤其這次被點出的是 台志光的顧問陳崇文 過去擔任了台北市殯葬處 府會聯絡人的時候 據說就常常穿梭在議會當中 幫台志光來遊說 還有議員私下透露 說陳崇文在擔任聯絡人 也就是還在公務員身份的時候 就身兼了非正式的 台志光公司顧問 最常出沒在議會的5到7樓 而且只要有議員質詢 關心台志光的預算是不是不合理 就會接到了陳豐源的電話 還會特地送上高檔禮品來打點 財政市議會開議前 常見辦公室人員跟府會聯絡人忙進忙出 如今陳崇文涉嫌護航 台志光標案事件中 爆出幫台志光在議會穿針影線的 台志光顧問陳豐源 也是北市府殯葬處前府會聯絡人 陳豐源以150萬元交保 有議員私下透露 他早在89年前 在擔任殡葬處聯絡人 就同時身兼台志光非正式顧問 每當議員審北市府預算時 陳豐源就會在議會567樓出沒 但根據法令 公務員根本不得兼職 市府的員工可以有多重的身份嗎 我認為他是很會攀關係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議員跟他的互動 就會比較密切 但是我認為議員審預算 不應該是有什麼樣的關係 就特別的為某一個廠商來發言 據傳只要有議員質詢預算不合理 辦公室就會接到陳豐源電話 表達台志光希望派人來說明 甚至還會輕鬆說帖到議員辦公室 以及送高檔禮品希望打通關 指示殯葬處府會聯絡人 怎麼會跟台志光搭上線 是不是陳崇文居中牽線 引發聯想 也不見的是陳崇文 因為聚餐實在很多 局長也會找聯絡員跟議員聚餐 那送禮正常嗎 送禮不正常 聯絡員會請我們自辦 比較不會送禮給我們 去年7月才從公務員退休的陳豐源 涉嫌幫台志光說相 許多議員都有耳聞 隨著陳崇文 捲入台志光收會案 常商串聯 府會聯絡人 與議員的特殊關係 也浮上台面 不過仔細檢視當年簽下的合約 是北市府在2012年跟席人市長 郝龍斌市府執政時期 跟台志光簽下了25年的長遠 本意本來是要打造台北市成為光鮮城市 不過卻被爆料說這份合約當中 處處充滿著不平等 但是面對這樣的合約 北市府似乎是處於挨打的狀態 讓議員直呼真的不公平 而且甚至市長蔣萬安還被嗆瞎 說真的如果斷網三天你受得了嗎 議員質疑 難道是不是因為沒有提前建置了備員方案 才讓北市府至今被台志光吃死死 真的會越看越生氣 翻著台志光與郝市府2012年簽訂的契約書 議員忍不住嘆氣直呼當年簽約內容 處處讓力真的太誇張 根據契約台志光鋪設光鮮網路 北市府不但不收取費用 更承諾合約期間優先租用 每年保底4億元 25年下來就是 100億 若台志光年營收未達15億元 就無需繳交任何一毛權利金給市府 馬關條約一樣 好處應有盡有的都割給了台志光 但當年簽下不平等長約的 難道北市府都不能解約嗎 根據合約來講 台志光不得對北市府人員有賄賂 佣金回扣招待等不正當利益 若違反北市府則可終止或解除契約 究竟要不要採取進一步動作 北市法務局表示檢調偵查中相關事實 又待釐清 但台志光囂張過往一一被翻出 甚至嗆聲不付費就斷網 講完受得了斷訊嗎 就連陳崇文也加入威脅 居處首長行列 陳崇文就說他拿三警察局長的預算 然後他說他三成一塊 語帶威脅就說 蔣市長撐得起斷訊三天嗎 那我當時一聽到這句話就火冒三丈 在柯市府的八年裡面 為什麼沒有去思考 市府有第二套的網路備援系統 議員憂心警局監視設備仰賴台志光 沒有其他備案 會讓台志光語取語求 就怕片面性解約是否治安監視系統 會有網路黑暗期 台志光合約爭議隨陳崇文案受到關注 蔣市府面對不平等合約 如何在維護市民權益 不再被獨佔的廠商威脅 也考驗領導指揮 蔡主皇城博投場台北參謀道 另外今天立法院有一個議題在延商 那就是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今天以國防委員會趙偉的身份 主動安排了國安局的機密會議 但他之前被指控潛艦洩密 而且還被說過去在密遇會議當中 曾經帶二哥大 對此馬文君質詢時 說自己從來沒有用過二哥大 煩咬綠營的王定宇 2019年當趙偉看秘密會議的時候 才涉嫌洩密 不過這個說法馬上對王定宇打臉 強調這潛艦的X型尾舵 根本不是機密 把手機放進養機場 統一管理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以外交國防招尾身份 邀國安局秘密報告 但因為潛艦洩密案 被問到身上有沒有帶第二支手機 馬文君不多談 但上了質詢台還是忍不住 本席從來沒有拿過二哥大 提出我們要簽署 文件的時候 我們都應該要簽署 那既然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 我們也配合 王定宇招偉那一天 在這個機密會議上面 他所說的內容 反抗王定宇2019年 主持前見秘密會議 也在臉書PO文 潛艦採用X型尾舵 也是洩密 讓王定宇氣得花上三分鐘 隔空反擊 也許馬文君委員忙進忙出 沒有注意上課沒有聽 當場委員都有聽到說 這個X尾舵是可以對外說明的 潛艦他有X型尾舵 還有十字型尾舵 那他到底用什麼樣尾舵 照理說不是應該公開的 即管馬文君堅持 尾舵形勢就是機密 但王定宇也PO出海軍公文 白紙黑字清楚寫道 潛艦計劃X尾舵 並沒有被列為機密 他拿著一個通訊器材 違反規定 當場有制止啊 怎麼沒有制止 進進出出不是重點 重點在於 怎麼會把潛艦的資料 丟給韓國呢 雖然招尾擁有牌安全 但馬文君涉嫌洩密 真相還沒出爐 只有安排機密性極高的 兩岸情報秘密會議 不只受到外界質疑 還意外讓外交國防委員會 藍綠招尾掀起戰火 參訊環一簡言 因為今天立法院藍綠也在空 未來總統是不是應該定期到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甚至必須採用疾問疾答呢 對此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批評 此舉根本是違憲 但藍白反過來炮轟 說過去馬政府執席 柯建民也曾經要求馬英九國情報告 但柯建民解釋 當時時空背景不同 是因為馬席會之後 必須要到國會報告 沒有疾問疾答 根本沒意義 而且今天包括了 立院秘書長周萬來 以及國民黨立委吳宗憲 都特別強調 這疾問疾答羞辱官員 恐怕淪為秀場 我們華世紀有特別做了一個表 我怎麼有脾氣呢 你們在哪裡對 被問到總統到立法院疾問疾答 其他國家有沒有先例 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這句話疫苗惹怒民進黨立委莊瑞熊 不過細看周萬來所提供的 書面報告中 的確有貓膩 報告中除了做表格強調 美國法國都沒有疾問疾答 還指出藍白主張 把德與每年集會時 邀請總統國情報告 修正為應邀請 與憲法增修條文 用語不同 這段話也被解讀 是微玩表達有違憲疑 但藍白持續緊要 即時尋達是毀線亂證 我不知道民主黨在叫什麼 他是在罵柯建民嗎 當時的柯建民說 馬英九到立法院進行國籍報告 必須採取疾問疾答 藍白同聲怒嗆 立法院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過去也曾要求馬英九到立法院報告 還要疾問疾答 現在卻反對痛批自打臉 但時空背景似乎完全不同 2012年郵電雙掌 民進黨也主張馬前總統到立院疾問疾答 但藍尾利用人數優勢直接擋下 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2015年馬席會 馬前總統被質疑突襲與會搞黑箱 民進黨團才主張 馬前總統應該到立法院疾問疾答 但藍尾主張同文統答 最後沒共識而作罷 除非疾問疾答 好的的話 你開心都會說明就好 極問疾答有極問疾答的缺點 國防外交的總統 在議會上面被人家羞辱 這是我們要考量的 很多時候同文統答 會變成總統的一個秀場 藍白不斷喊話 總統極問疾答 現在就連檢察官出身的 藍尾也踩煞車 呼籲再研議 誰站得住腳 答案似乎很清楚 三內新聞 李維廷在我們捷運特報道 但隨著520接任務倒數 國民黨近日頻頻要求總統蔡英文 說現任之前應該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 甚至炮轟 蔡總統就是頂不住美國壓力 但是外交部長 吳釗燮跟國安局長 蔡明燕都表示 現在的南海局勢緊張 不建議總統登島 連桃園市議員 玉本辰都說 此時總統去登上太平島 中共用一中邏輯 可能會給台灣穿小鞋 對此藍營不可能不知道 但藍營對此還是一路緊咬不放 甚至連中國官媒也跟著唱賀登島話題 同時還嗆瞎說 如果蔡英文聚登太平島 是上昇南海主權 不要了嗎 根本就是頂不住美國的壓力 真的 藍營立委連日深深催 要蔡總統現任前登上太平島宣示主權 但不僅外交部長吳釗燮認為實際不適合 就連國安局長蔡明燕見解相同 會不會被國際社會解讀程式激化緊張情勢的一個舉動 會不會有相關的飛航或違安的問題 現階段我們不建議總統去太平島 國安單位多方考量 但藍營人緊咬不放 就這麼巧 連中國官媒也唱和登島話題 中國新聞網多大標題寫著 不敢為你美國 蔡英文聚登太平島南海主權不要了嗎 中國的動作被解讀暗藏算計 因為中共近年頻繁在南海軍演 美日非領導人下個月將在白宮開領袖會議 美方將資助非國在距離台灣不到200公里的巴丹島建港 船出還將部署海馬斯火箭 最大打擊範圍200到300公里 等同把台灣南部納入保護 美非因應南海衝突 協助台灣壓制中國經營巴士海峽 反觀藍營雀 暢和對岸 是相辅相成 菲律賓需要台灣 台灣也需要好的朋友 當中國不批評的時候 就表示他樂觀其成 他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做這種所謂的 割韭菜 他們絕對知道 大家好 過去總統登太平道 就有被中國吃豆腐前例 馬英九2016年登島時 南海爭議延燒 北京當局順勢以一中邏輯 指維護南海主權 是兩岸共同責任 給台灣穿小鞋 南海衝突 緊張之際 國民黨把自家總統推到敏感第一線 突然破壞巴丹群島的大局 讓外界不禁想問 到底站在兩岸的哪一邊 三月將問前 鄭凱中 另外之前引發了全國怒吼的 一歲男同凱凱被虐死案 今天涉嫌的二保姆再度被提訓 但針對兒福聯盟立委痛批 教育部至今沒有實質懲處 今天教育部次長特別強調 會會同衛福部一個月內專案查核 如果有違法 最終廢紙設立 一身咖啡色上衣黑色長褲扎起馬尾 這名女子就是引起全國公分的流性保姆 21日下午再度被提訓 離情案情 只是整起兒虐案 讓人憤怒的不只是保姆 凱凱生前照片一張張露出燦爛笑容 但是最後卻是帶著滿身傷痕 被迫結束短暫人生 家屬也以文字悼念提到 謝謝你曾經給我們最燦爛的笑容 不是沒人要的小孩 是可惡的惡人把你藏起來了 而接手收出養的兒福聯盟 也被外界踏罰 只是暫停所謂的收出養的一個業務 但是並沒有看到有任何的專案來做查辦 甚至他們的捐款的賬號還是在線上 因為主管機關是得與糾正 甚至評鑑限期改善 如果沒有限期改善 其實是可以廢止的喔 但兒福聯盟的爭議還沒完 先前被質疑用捐款3.7億 買內湖辦公室 現在又被爆出兒女案前一個月 在台中市北區砸下9800萬元 全現金買下幼兒園 對此兒蒙表示原據點的辦公大樓 已經不服業務使用 加上需要拓展育兒服務才會搬遷 而虐童案引發關注 衛福部最新報告直接點名兒福盟 雙北社會局有書師提及四個服務斷點 包括新北市府未對男童評估 是否出養無訪視記錄 而福聯盟三度訪視 發現異狀卻無實質積極作為 台北市府訪視也未發現男童淤青 最後則是雙北與兒盟未有橫向聯繫 專責的這個機構來做一個總整的情形 檢討重大額面事件的處理機制 並且提升專業人員的智能跟敏感度 而是要保護亡羊捕牢 希望凱凱的犧牲別再出現 下個受害者 詳細緣王成功家裡台報道 而最新畫面下半時間地牛大翻身 就在晚間大約6點49分左右 花蓮發生了規模5點3地震 甚至當地民眾還有人先聽到所謂地名聲 詳情連線記者多佩玉 好 帶你來關心 稍早在6點49分左右發生了有感地震 這樣在花蓮的秀林鄉 預估震度有5點3級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呢 民眾家中的吊飾的燈 都有明顯擺幅 魚缸的水也有晃動 透過即時影像中也可以看到 花蓮的鯉魚 彈出現了10秒左右的震動 而在花蓮的民眾也有明顯的感受 帶你一起來聽 有2秒鐘的地名 突然整個房子在搖 一開始上下的話就左右 所以跟平常的地震感 這個應該比較淺層的地震 可以聽到的民眾表示呢 前2秒鐘的時候有發生地名 房子接著就開始搖晃 但並沒有特別害怕 因為已經有一點習慣了 而我們在台北內湖區8樓 也可以感受到稍微上下的搖晃 那麼其實不只花蓮 南投 台中 宜蘭 震度也都有達到4級 其他像是桃竹苗 還有彰化等都是2級 不過目前各地都沒有傳出災情 我們也會持續為您掌握 因為白山的媽祖粉紅超跑 一路行進路線不定 很多民眾跟宮廟都擺神台 希望媽祖能夠來停下四伏 但好幾次軟轎左右搖晃之後 直接繞道離開 連拱天宮廟方都表示 是否停下並非叫班來決定 藍色上衣民眾突然衝到軟轎前 兩天大笑 叫班人員措手不及 緊急停下腳步 立刻轉彎離開 還有紅布棚打起神壇 地上敗放超長鞭炮 主人家直接跪地軟轎 不過參遭廟方人員禁止 粉紅超跑停在原地 左右搖晃似乎在考慮是否停下 不過數秒後 叫班加快腳步 不停叫也不伺服 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 同樣數十名黑衣民眾 跪拜在地做好獻花磚叫腳的 標準動作 白沙頭媽祖同樣繞道離開 各種被海放的狀況 由此驗證 白沙頭媽祖並非懶叫就會停留祈福 但其中的原由 其實廟方也難以說明白 現在人就想一些怪招 認為說這樣可以請到他家 可是這個還是隨緣 沒辦法說你刻意的強求 媽祖的行程滿滿的 你要刻意為了某某人 來改變他的行程 就比較不太可能 白沙頭媽祖團叫走哪條路線 甚至停駕賜服或是鑽叫腳 都不是叫班人員能夠決定 全憑媽祖的旨意 如果是強硬等路 恐怕行不通 這次我們綜合報導 但這一次粉紅超跑難進行 其實也引爆了龐大的商機 有專家就預估白沙頭競箱商機 高達了10億元 而我們記者還直擊 節緣品工廠產量大增三成 旅行團客市場也上看了15000人 而各大超商也大打周邊站 像是推出了小神醫 媽祖聯名酒或是Q版積募 行塑出最新的白沙頭媽祖經濟學 我們直接在這裡下車好不好 下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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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一聲令下 團員們立刻下車 因為要強讀女神風采 刻不容緩 跟上粉紅超跑 體驗白沙頭媽祖一日相蹬腳 美文姐和七位友人 去年報名淨香一日遊 從台北殺到彰化 首度尊女神就成功直擊 會選擇跟團 就是看重這個優勢 因為你如果開車下去 要找停車 要找接活車 終於找到她了 那大概已經去了半天了 她的好處是 她幫你找到定點了 所以就是目標直擊 對美文姐這樣的上班族來說 一日來回不需要另外請假 加上有領隊等老手助攻 沒有經驗也不怕撲空 也因此白沙屯團客上機 隨著報名人數飆升 年年引爆 在我們這個旅遊市場 大概是六千到一萬 我覺得才跑不掉 想要問一下白沙屯媽祖的行程 好 白沙屯媽祖 看看這家旅行社 今年開團三千五百人 比去年增加一到兩成 行程上限 短短兩周就消破九成 我們家是台北 台中 高雄都有出發 而且是天天出發的 那會以一日遊為主打 九天八夜天天出團 其中起駕 回鸾 還有北城派出所當天 因為鸾叫必定停駕 最為搶手 團費部分則按距離 從499到899不等 若以台中來回 最低價499計算 這一波白沙屯淨香 就為單一旅行社 創造百萬業績 還有其他旅行社 打出送拱天公帽子必張 團費順勢拉高 約900到1100 正是因為信徒 潛力無窮 我們在媽祖起駕前兩周 就直擊拱天公旁的超商門市 直接店員忙著上架補貨 不只錢母小生衣 一字排開 原本的走道空間 也堆滿媽祖聯名酒 和Q版積木 我們是從桃片新屋來 然後我們來採購了一些背包 甚至衣服 鞋子 一些相關周邊產品 其實我們本身很瘋女生 對著鏡頭秀出戰利品 但要像這樣 從頭到腳 女神加持 可不便宜 你買一次周邊商品 花了多少 三到五千 對 基本上 為了收藏媽祖紀念品 這名粉絲三年下來 累計消費突破上萬元 看準了搶購族群年輕化 超商也調整戰略 像是同一今年一次推出40款 用品類增加六成 全家則打出限量戰 萊爾富也開賣媽祖積木 那今年我們就是觀察到 大家可能會比較喜歡 實用性的小物 那像是有比較實用的 造型安全帽 還有縮口袋 兩感金等等 因信徒收藏需求 我們帶您直擊 捷運品工廠有多忙 來到彰化社頭襪子工廠 這一排編織機台正火力全開 家庭趕工 原本做的是歐美大牌運動襪 現在全換成泳子襪 因為今年訂購量比去年飆升三成 基本上今年大概 如果像剛剛那個集單七千雙 大概會落大概兩萬出 大概多了三四成有 除了泳子基本款 客座化設計也成了粉絲收藏標的 因為有的會專門收集這個 就是每一年2023 2024 所以每一年都會做稍微改變 接單做捷運品五年 業者堅持重步加價 一是回饋給媽祖 二是白沙豚競箱 有意想不到的宣傳效果 知道我們是我們做了以後 去買我們其他的運動襪 從捷運品工廠到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 岩縣商家 各種媽祖商機爆棚 有專家預估 白沙豚商機高達10億 但這背後不只是滿滿錢力 一分一毫 也蘊含著信徒對媽祖的前程心意 另外的您關心 民生方面 到底四月份電價漲多少 預計明天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 開完就知道 但除了雙鐵的票價可能受影響 現在有地區醫院跳出來 希望可以動漲 因為他們說醫院很多設備 都必須24小時不斷電 屬於用電大戶 以100床規模的地區醫院為例 目前一個月電費可能都要 七八十萬以上 漲價後恐怕要一個月破百萬 如果真的再調漲 恐怕會因此被破息等 對 就計費電表 智慧電表回傳數據 及時統計用電量 以中山醫院來說 地區醫院等級 每個月還是用超過兩萬度 電費七八十萬 但四月電價可能再漲 若每個月負擔百萬 小醫院大喊吃不消 我們醫院是24小時的營業單 我們不可能跟工廠一樣 不可能配合這些優惠電價的時間 去關閉我們的一些設備 以核磁共振為例 算是用電怪獸之一 除了本身機台電力之外 超導磁場靠高壓電維持 產生超高熱 還需要冷卻降溫 電腦斷層同樣耗電 加上使用率高 更是得24小時不斷電 進一步分析 空調佔大宗50% 尤其開刀房和病房 要控溫在20度上下 其他則包括照明設備 行政電腦及電梯等 基本機電設施 111年112年分別就調漲了兩次 調漲的幅度都蠻大 都十幾% 那又要漲15%的話 我覺得對醫界來講 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本來他就是所謂的 非營利的機構 不只是偏遠小醫院受影響 即使在蛋黃區同樣難經營 參考健保署公布 2021年度醫院財務報告 最不賺錢的是土城醫院 虧損4.48億 台大I.E.虧2億多 麻豆新樓醫院0.85億 在電價未調整情況下 就有將近20家地區醫院 整體結餘呈現複數 如果能夠動漲 當然我們希望政府要動漲 那如果沒有辦法動漲的話 那我就呼籲行政院 應該要用專款 來補助地區醫院 電價費律審議會 預計22號周五召開 經濟部回應 漲幅一定會有結論 至於各產業細項 還要視會議情況而定 三列新聞許趙偉 曾家宣 台北報導 電價調整之後 很多地區醫院可能撐不下去 不過現在醫院診所 其實在台灣隨處可見 甚至近年來 醫院數是從9000間對半砍 反倒小診所倍增 問題是我們剛提到 中小型醫院空洞化 要怎麼生存呢 專家說 其實中小型的醫院 得找到自己的特色或定位 像是骨科或是健檢 而且有一些手術含自費項目 這些收入對醫院的營運都有幫助 大型醫院掛好窗前 病人接二連三 各門診科別樣樣有 平均一天80個門診跑不掉 俗話說 小病到小診所 大病到大醫院 那中小型醫院 該怎麼生存 位在中山區的這家郵政醫院 雖然只有兩層樓高不算大 但是他們以骨科為名 民眾只要有相關症狀 就會想到他們 而另一街大安區的紅恩醫院 規模同樣也不大 但附近民眾想到健檢 就會找上門來 想到哪個科別 就往哪家醫院走 中小型醫院要生存 就得找出定位 舉例來說 骨科地區醫院 常面臨手術自肥項目 額外收入對醫院來說 不無小補 反觀而言 綜合性醫院 恐怕就沒那麼好營運 醫院的規模 不是那麼大的話 你一定要找到 自己的一個特色 地區型醫院 或社區醫院 他就是走說 我就是專注在 某一個醫療的專科 醫院的規模 不是那麼大 那你每一個科別 都要設置的時候 當然你的這個資源 就會分散 可能你的競爭力就會 比較不是那麼高 如果是營運不善 中小型醫院 要免領的就是收電 或轉型 但很多人也好奇 醫院跟診所差在那 最主要的差異就是說 在健保的部分負擔 因為一般診所的部分負擔 只有50塊錢 地區醫院 那他的部分負擔 就要80塊 那如果再往上的等級 像區醫院的部分負擔 可能就是240塊 那當然醫學中心 就高達420塊的部分 不只健保自負而有落差 一般來說 只要病床數達到10床以上 就歸類為醫院 而醫院的醫療器材 就能購入診所沒有的CT MRI等儀器 近年來醫療機構兩極化 醫院從900多間對半看 小診所反到倍增 其中中小型醫院 則是空洞化 若這些小型醫院想營運 得盡早找到專門特色 提升競爭力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 把手機鎖進櫃子裡 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 21號召開秘密會議 討論機敏性極高的兩岸 跟國安情報 不只手機不能帶 還要安檢才能進去 入場人員攜帶機密證 還要把切結書拿手上 就是避免內容外流 身為招委的馬文君主動安排 秘密會議 但他過去才被控前件洩密 案件還在調查中 民進黨批評他 根本肇事者變成仲裁者 馬文君不只在臉書反嗆綠營 不要張牙舞爪斜口噴人 更把前件小組召集人黃曙光 也扯進來 是洩密的相關人 那就表示馬文君自己也自成自己 涉入洩密的案件當中了 民進黨不只開洽馬文君 也批王玉銘過去身兼兒福聯盟董事 卻以招委身分主持虐童專案報告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批評王毅銘根本是慣犯 過去護航頂心黑心油時候 也是擔任招委 讓王毅銘氣得要王毅川道歉 否則將提告 民進黨頒出十年前影片證明 王毅銘喊開會後五秒就宣布散會 馬文君王毅銘憲爭議 民進黨炮火猛攻不停歇 國民黨北市議員陳崇文涉嫌圖 突立網路傳輸業者臺志光 施壓市府拉勾預算 二十一號下午兩點半 臺北地院將再開積壓庭審理 而傳出臺志光向市府報價時 態度也很囂張 過去審核預算藍綠常為此爆發衝突 目前掌握去年十二月底至今 市府已經和臺志光議價七次 希望臺志光能夠壓低監視器傳輸費率 但臺志光堅持每支兩千兩百元價格 還威脅市府降兩元的機會 已經給過了 如果市府不退讓就會斷網 向臺北市長蔣萬安受不受得了 因為臺志光有一個霸王級的條款 簽訂臺志光可以進行二十五年的開發 而且臺北市政府在二十五年來 在網路的使用要優先主用臺志光 這也是讓臺志光可以坐地起架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根據瞭解由市府基層私下透露 被廠商威脅嗆瞎 各單位都是苦主十分無言 但又無法承擔斷網責任 只能任由廠商當飛揚宰割 我要再次重申我們絕對不亡物眾 我想對於這個案子進入司法程序 我們希望司法能夠查明真相不亡物眾 我們從雲圖上面可以觀察到 今天整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晴朗的 也可以看到在華南 有一些雲層在逐漸的靠近 不過這雲層並不會帶來多大的影像 因此今天清晨有輻射造成的低溫 白天因為陽光照射 溫度也升得相當的高 這個趨勢會一直維持到下禮拜一 明天的低溫降雨預報 各地都是一樣晴朗 沒有下雨的情形 未來五天氣溫的狀況 就是明天溫度會比今天還要高 這個是台北的溫度28度 在中部南部 就很可能會已經到30度了 在禮拜六 禮拜天跟下禮拜一 可以看到北部的溫度 也會升到30度以上 中南部的話部分地區 可能就會很接近35度了 所以非常接近夏天的這種天氣 因為都是晴朗的 一直到下週二的下午 有新日報封面影響我們 不過這封面本身並不是很強 主要影響到大台北東半部 帶來一點下雨的情形 而且氣溫天氣也會轉涼 但是對其他地區的影響並不大 明天開始就是連續一直到下週一 都是白天越來越暖 越來越熱 早晚稍微偏涼一點 禮拜六開始要稍微注意的 就是在西半部還有外島 很容易起霧 一定要注意相關的訊息 那下週二的下午 一波微弱的封面造成 這個大台北東半部天氣的轉變 稍微轉涼 對其他地區影響很小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 捷運環狀縣北環段射子區段 串聯雙北起點從新北 產業園區到台北大直的 建南路站 全長大約14.93公里 歷經五次流標 終於正式動工 期待當然是時間更多 時間是寶貴的事情 北環段有六個區段標 新北境內已經全數招標完畢 設子區段身為台北市第一標開工的工程 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北環段串聯三線 包含新爐縣淡水縣以及文湖縣 正式通車後 未來新北到士林時間縮短百分之三十八 到大直縮短百分之四十三 我是覺得如果有做的話 搭乘時間應該比較方便 因為原本這邊什麼都沒有要塞車來 而且其實蠻容易塞車的士林區 如果蓋好的話來會比較方便 假設從徐惠中學站到建南路站 原本需要十二站 還得換兩次線 北環段啟動後 只需搭六站就能直達 搭車時間至少縮短十八分鐘起跳 包括缺工缺料等等 用料上漲 以及很多現實面施工上面 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舉例來講 南環段剩下這一標 其實木柵路的路幅比較窄 並不寬 而且緊鄰民宅等等 那這個技術面上面 我們會持續的 跟很多潛在廠商來溝通 來協調了解整個狀況 目前環狀線一共四個路段 西環段已經在2020年正式通車 南北環已經有 歡迎回來回到焦點 但您聚焦印度最精良的特種部隊 最近因為成功打擊了索馬利亞的海盜 奪回被劫持的船隻 解救所有人質登上了國際版面 而且這一支印度海軍突擊隊 實力不容小覷 成立將近二十年 早期還找來了美國海報部隊 以及英國空降特勤團幫忙培訓 而且合格率就有不到15% 從運輸機上空降到海面 而且人數不止一人 外加驅逐艦火力支援 印度海軍16號 在距離國土2600公里遠的阿拉伯海 大戰索馬利亞海道 讓印度精英部隊跃上國際版面 封印度國防部在社群媒體上發布剪輯片段 封印度國防部在社群媒體上發布剪輯片段 封印度海軍突擊隊 展現世界級的專業度 封印度海軍突擊隊 非常擅長空降和潛水行動 要成為突擊隊的一員 不是得接受長達八個月的培訓 其中還包括四個星期的高海拔長跑訓練 每次只有10%到15%的學員能順利畢業 快 中印邊境班公湖的劍拔弩張 讓印度先前也將這支能上山下海的 全方位部隊派駐當地 與陸空兩軍特種部隊合體抗中 這回力退海盜解救人質 再度立下汗馬功勞 讓外界一虧印度海豹的堅強實力 三十四位上次報導 民眾大聲驚呼 這是去年俄羅斯火箭發射之後 墜落澳洲海岸的畫面 像這樣的火箭殘骸 或是被送上太空的老舊閒置衛星 現在都變成太空垃圾 軌道擁擠成為太空產業一大難題 如今一家總部 為在東京的新創公司AstroScale 研發出一種機械手臂Cosmic 可以變身成太空傾倒服務 這個太空垃圾 能把太空垃圾 拉回地球大氣層 再利用它們與空氣的摩擦力 把這些垃圾燃燒殆盡 目前公司也正在研究如何替太空中的衛星補充燃料 未來也希望在太空軌道上設置一艘加油飛船 計畫在二零二七年前進入軌道 讓任務結束的舊衛星能夠起死回生 三雷新聞許志雄李孟山綜合報導 位於非洲東北部的蘇丹共和國為非洲面積第三大國 卻曾被評為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國家 而這一切都歸咎在軍政府對戰亂的專制統治 根據了解蘇丹叛軍快速支援部隊RSF正在逼迫韩兒童在內的平民加入軍團 手法更是惡劣 若不想加入就會餓死完全無法辨別 誰是自願士兵誰是被強行徵召的 紐約時報指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痛斥 世界對蘇丹的沉默和無所作為 並表示現在只有需要結束 聯合國表示自從去年民主制度崩潰以來 蘇丹有多達五百萬人可能面臨災難性的糧食不安全議題 根據援助組織表示 蘇丹已有近四百萬名兒童營養不良 倘若援助機構無法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 近四分之一的兒童可能會面臨死亡 RSF占領蘇丹市中心掌控百萬人的糧食來源 隨著內戰持續多個月 平民對未來充滿更多不確定性 三里新聞 林志祺報導 美國第一座第四代核電廠預計今年施工 宣告美國正式加入低成本核反應器的競賽 而老闆正是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創辦的泰拉能源計劃在美國 懷俄民中燃煤電廠就指新建納冷氏反應器 也就是說不再用水冷卻 納才是主角 跟水相比 液態納的導熱性更好 而且費點落在攝氏883度 比水高出8.8倍 因此加強核電廠安全性 由於納冷反應爐可以在較低壓力下運轉 所需要的安全系統較少 建造成本也更低 小小和中小的燃煤電廠 是在核電廠最新興奮的技術 泰拉能源的這個納冷氏反應器 屬於小型模組化反應爐 簡稱SMR 它們的規模小效率高 被視為能源轉型的重要工具 中國和俄羅斯走在最前面 分別已經部署兩座SMR 俄羅斯有全球第一座海上SMR 中國則有全球第一座陸地SMR 玲瓏一號預計2026年上半年併網發電 年發電量可達10億千瓦時 如今美國以納冷釋反 高雄前鎮新升高架橋下的 上港聯外道路 日前一名25歲的騎士 撞上了紐澤西護欄傷重不治 但上個月同一地點 也有騎士撞上重傷 現在警方查出 此地夜間沒有射警示燈 前方也沒有警告標示 初判養護單物有責任 因此今天相關單位會刊之後 預計要加強警示標示 25歲急車騎士 自從護欄猛烈撞擊下 傷重不治死亡 這條路為什麼會擺放 紐澤西護欄來擋路 相關單位21號上午聚集會開 現場來了市府的公務局 航空局和高工局 三個單位要好好討論清楚 到底誰要負起責任 紐澤西的現況跟我們當初 106年移交給養公處的現況 位置都改變了 道路算在商港區內 灌沙圈是屬於交通部的航空局 但是路是由高空處設計施工 交由高雄市倒工出來維護管理 牽扯到這麼多的單位 而當初會設置紐澤西護欄 是因為這條路的末端 會和高架橋上面下來的車流交錯 造成交通亂象 所以才封路 但是接連造成意外 25歲騎士自撞身亡的地點 2月底也有車禍發生 阻擋通線水泥護欄整片被撞翻 31歲的騎士全身擦傷 他表示根本沒看到護欄 而3月19號的意外 25歲的騎士手部骨折 牙齒斷裂 傷重不治 目前的措施就是說 先把危險性降低 所以會把會在紐澤西護欄上面 加補二的標誌跟警示燈 提醒用路人 這邊是道路封閉 加強警示 要讓用路人 不要再因為沒注意到 扭這些護欄 再度的往前撞 這樣的意外 之後不能再發生 3.0新聞 張哲璐和陳鳳 東雄報導 總統要不要到立法院